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461章 想念那个美好晴天 肖长坤故意提到小树林这一茶 就是想看看韩美晴脸红的样子 就算他再淡定 一想到两人当年那些放肆的青春 以及甜蜜又暧昧的往事 想必也会羞骚不已 肖长坤觉得 自己就是得循序渐进的 让韩美晴多想象以前 一想以前那些让人心潮澎湃的往事 就肯定会勾起他内心中那份 已经等待了二十几年的烈火 韩美晴自然也知道他的意思 羞涩之余也不由地岔开话题 脱口道 对了 咱们以前的班主任现在怎么样了 肖长坤说 还不错 就是腿脚不太方便 上次我们老同学聚会的时候 还专门请他 来过一次母校 还请他到教室里给我们讲了课 是吗 韩美晴感叹道 没能参加你们那次聚会 真是太遗憾了 肖长坤笑道 我们那一次就是小规模的聚乐剧 来的都是在金陵本地 或者是在金陵附近的老同学 而且都是男同学 韩美晴点了点头 说 今天的聚会好像来的同学挺多的 因为我联系了好几个当年跟我关系不错的女生 他们都愿意过来 那就好 肖长坤笑着说 那这次咱们能够好好的聚一聚了 韩美晴说 不过我听说 潘元明前段时间好像因为贪腐的问题 被处理了 现在正积压 等待公诉呢 是啊 肖长坤一想到潘元明 上次带着他的那个女婿跟自己装逼 就气不打一处来 上次那个老混蛋 可真是没少在老同学面前诋毁讥讽讽自己 现在他锒铛入狱 自己心里不知道有多美 于是他笑呵呵地说道 老潘这个人 他纯属活该 你说你好好的工作 不好好干 一天到晚想着利用职务便利搞腐败 那怎么行 咱们老是当年就教导咱们 不求咱们成才 但一定要让咱们成为一个正直的人 他这种人属于做人本身就有问题 韩美晴赞同的点了点头 他们这一代的老知识分子 其实大多数人都是非常正直的 大家当年也都是奔着为国做贡献 为社会做贡献的态度才上了大学 虽然韩美晴一直屡居美国 但是他也一直心系国内 国内几次重大的天灾 韩美晴都捐献了大量的现金与物资 甚至还得到过国家的表彰 不过他形势意向非常低调 这种事情也从来没有像旁人说起过 所以包括肖长坤这些老同学们 根本就不知道韩美晴 还是一个了不起的慈善华侨 就在这时肖长坤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他拿起来一看 发现是大学时期学生会的微信群 这个群已经好几天没人说话了 这时候却忽然有人 的所有人说同学们 美晴今天中午组织同学聚会 你们都赶过来了吗 我就在金陵 已经在准备赴宴了 我正在去金陵的路上 目测还有一百公里 一个半小时后抵达 我刚下飞机 特地从燕京飞过来的 这时有人 肖长坤说 长坤快出来 你的初恋情人回来了 你这老家伙还不知道呢吧 说话的是跟肖长坤关系 还不错的周庆 上次潘元明挖苦肖长坤 还多亏了他在旁边 帮肖长坤圆场 肖长坤见周庆 了自己笑着发了一个 翻白眼的表情 说你凭什么说我不知道 如果我告诉你 我现在就跟美情在一起 你信不信 周庆发来一段语音 笑道 我信 我当然信了 你们俩是什么关系啊 当年你们俩呢 可是我们学校公认的 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啊 肖长坤听到这话 心里美滋滋的 于是也发了一段语音过去 哈哈大笑道 哈哈 周庆你竟说大实话 把里一个语含美情 当年关系极好的女同学李兰 紧跟着在他后面 发了个愤怒的表情 回复道 肖长坤 你这个渣男还有脸笑 当初就是你把美情姐气走的 我这么多年都没有机会 跟美情姐见面 肖长坤一下子又尴尬起来 当年自己无意中 酒后出轨马篮 这件事在学校 可是人尽皆知 即便是现在想象 都觉得无比丢脸 简直是人生中第一大耻辱 就在肖长坤不知道 该如何回复的时候 群里有一个 一直没说话的人跳出来 直接发了一个红包 肖长坤抢红包 早就抢出条件反射了 所以立马 就下意识地点开这个红包 结果惊讶地发现 自己竟然领取了200元 他这才发现还有许多同学都领到了200元 看来这是个美人都有200元的大红包啊 肖长坤本来还在为这200元的意外之财窃喜 可看到对方的昵称 竟然叫想念那个美好晴天 顿时气得脸色发黑 这时候群里同学都炸开锅了 我去谢老板厉害啊 是啊 万年前水的谢老板 一出手就是一人200块红包 真的不一般 早就听说谢老板这些年赚了大钱 果然名不虚传啊 那是 人家谢老板 现在可是知名港商啊 这点钱算得了什么 那人发来一个微笑的表情 又发了一段语音 操着一口港腔 说哎呀美晴从美国回来 我的心情非常激动 所以就发个红包 让大家乐呵乐呵 说完他又发来一个红包 肖长坤看对方的昵称 好像是对韩美晴念念不忘 心里自然是很不爽 可是眼见红包发出来了 又不舍得放手不抢 于是只能一边在心里骂这家伙瞎得色 一边伸手点开了这个红包 没想到这又是一个美人 两百块钱的红包 这两个红包 对方就已经发出来一万多块钱了 群里一下子又多了很多恭维的声音 对方这时笑道 大家注意了 第三轮红包来了 说完又发出来一个红包 大家急忙疯抢 肖长坤也没出息的点了抢红包 结果这第三个红包还是两百块钱 肖长坤有些纳闷 他实在想不出来这个人会是谁 毕竟他们当年可没有香港的同学 都是大陆的同学 那这个满嘴港台枪的人到底又是谁呢 这时候 对方又发出了第四个红包 雷打不动的美人两百块钱 紧接着又是第五个红包 还是两百块 就这么一两分钟的功夫 群里在线的同学都抢到了一千块钱红包 可韩美情始终没有抢对方的红包 这时想念那个美好晴天又在群里说 我今天早上已经从香港飞到金陵了 现在就下榻在香格里拉大酒店 听说美情也住在这家酒店 不知道美情你在哪个房间 如果方便的话 通过一下我的好友申请 私聊告诉我你的房间号 我去找你聊聊天 说完还在后面喊美情一下 喊美情看到这里不由的皱紧眉头 淡淡道 这个谢文如还和二十几年前一样 这么喜欢显摆 上门龙旭 叶公子 第462章 拿人手短 谢文如 肖长坤一听这个名字 心里顿时就打翻了醋坛子 这个谢文如 当时是学生会外联部的部长 也是一个家境非常殷实的富二代 当年他和潘元明 都是韩美情的追求者之一 只不过在当年那个时候 韩美情对他和潘元明都没有什么兴趣 所以即便谢文如苦追韩美情多年 韩美情也是依旧不为所动 肖长坤和韩美情在一起之后 谢文如就各种跟他对着干 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在韩美情的面前出风头 后来韩美情跟肖长坤分手了之后 他立刻察觉到自己绝佳的好机会来临 于是便对韩美情展开了疯狂的追求 可是韩美情依旧没有接受他 而是直接去了美国 谢文如当时的家境十分殷实 他的父亲早在他上大学之前 就已经把生意做到了香港 可以说是当时国内开放后 第一批富起来的大亨 所以谢文如有强大的家庭背景做支撑 干脆便一咬牙一跺脚 追着韩美情去了美国 可惜的是即便是到了美国 韩美情也依旧不接受他 谢文如眼见韩美情最后跟一个美国人谈恋爱 这才会溜溜的离开美国 从那之后他便去了香港发展 二十多年过去了 他已经成为香港知名的成功商人 肖长坤心里很不是滋味儿 因为他知道自己现在最缺的就是钱 而谢文如最不缺的就是钱 谁能想到谢文如在老同学的群里 光是发红包就一口气发了几万块钱 这时候群里领到了红包的同学们 都纷纷继续恭维起来 谢老板还真是一往情深了 一听美情要回来就坐不住了 谢老板你也不怕美情老公吃醋 就是你这么积极的跑过去 过去一看人家美情和老公甜甜蜜蜜 不把你那颗跳了四五十年的老心 扎个粉碎 回家了怎么跟自己老婆解释 这时韩美情的好朋友李澜 在群里发了一个晋升的表情 说你们都不要在这瞎讨论了 美情姐的老公前段时间已经去世了 李澜这话一出 群里的老同学们立刻发出了双手 合十的祈福表情 还有不少人在里边喊美情 说美情姐节哀顺变 不过大家表面虽然都这么说 但大部分男同学心里可一点都不觉得为这件事感到遗憾 尤其是谢文如 她听说韩美情她老公已经去世了 心里不知道有多激动 她一直以来等的 就是能够有一个机会 与韩美情真正走到一起 毕竟这是她当年无论如何也苦苦得不到的女人 现在她老公去世了 那自己岂不是就更没有什么阻碍了吗 于是谢文如立刻在群里回话道 哎 我老婆也早就去世了 看来我跟美情是同命相连啊 有好事的老同学 听到她这句话 立刻在群里说 哎呀 那你跟美情 这可不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吗 其他几个拿了她红包的老同学 也都纷纷附和起来 甚至有人说 哎呀 文如 你跟韩美情现在都是丧偶 那你们两个人真的是在合适不过了 而且我记得你当年可就对美情情有独钟 你可一定要努力呀 我们这些老同学可都是打心眼力 祝福你们的 谢文如听到这话 立刻哈哈大笑说 那我就提前谢谢老同学们的祝福了 不过这件事情还是要看美情的意思 说吧 她又道 不管美情搭不答应我 我这次都决定回金陵长期发展了 不是吧 群里有人惊呼 文如 你们一家子不都已经在香港发展了好多年了吗 怎么这个时候忽然决定回金陵了 谢文如说 美情她在美国生活了这么多年 现在不也决定回来了吗 看来还是咱们金陵好啊 这可是咱们当年挥洒过青春汗水与泪水的地方 我这次回来就打算在金陵养老了 肖长坤此时再也忍不住了 他立刻在群里发道 谢文如 我劝你还是别来金陵定居了 美情当年看不上你 现在也不可能看得上你 你就别自找没去了 其实 长坤此时的心里是非常紧张 也非常自卑的 在他看来 谢文如现在是大岗商 身价一万 比自己强到不知道哪道理去了 自己这些年一直都没过上什么好日子 跟大学时期那个一起风发的自己相比 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最关键的是自己和马兰还没离婚 属于已婚男人 而人家谢文如现在是丧偶 正好韩美情也是丧偶 所以他们俩在一起 那才真的是条件契合 所以不管怎么对比 自己都是落在下风了 这么多年没有见韩美情 肖长坤也摸不准 韩美情现在心里到底是什么想法 万一中午聚会的时候 跟谢文如看对眼了怎么办 谢文如此时见肖长坤在群里说话了 笑着说道 哎呀 我还以为咱们当初的学生会会长大人 只会闷头抢红包呢 没想到会长大人终于说话了 肖长坤一听这话 脸色立刻变得通红 正所谓吃人家嘴软 拿人家手短 自己刚才抢了人家 好几个两百块钱的红包 现在被人家这么一说 这脸上还真是有点挂不住 这就是兜里没凉 心里发慌 肖长坤一直以来 都没过上什么有钱的日子 再加上之前家里的钱 一直都是马兰在掌管 所以他平时 哪怕在微信群里 抢个五块八块的红包 都能开心老半天 所以也早就想成了 逢红包必抢的习惯 今天谢文如在群里发红包 他根本就没顾得上 看到底是谁发的 第一件事 就是赶紧先抢了再说 结果这每个红包都是两百块 抢的肖长坤心底暗美 可是怎么也没想到 抢的竟然是情敌发的红包 而且这一抢还落了人家画饼 真是得不偿失 谢文如见他不说话了 继续讥讽道 会长大人这官架子够足的 都毕业这么多年了 还想着命令我呢 肖长坤硬着头皮 回道 我可不是命令 是劝你 是为了你好 谢文如紧接着回复道 为了我好 为了我好你不让我回金陵 定居跟大家作伴 我看你这家伙 是隔了这么多年 还忘不了美情 怕我回金陵定居 跟你当情敌吧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463章 一起叙叙旧 听到谢文如一语中的 肖长坤心里有些发虚 他确实是害怕谢文如 成为自己的情敌 但是这种话 他是肯定不能在同学群里面说的 毕竟自己现在可是有福之福 于是他只能违心地在群里说 我是怕你在香港待了这么久 忽然回到金陵感觉不习惯 咱们岁数都大了 身体也老了 贸然换一个水土不一样的城市 搞不好身体是要出问题 谢文如发了两声善笑 开口说道 我身体好得很 就不劳你操心了 肖长坤懒得再搭理他 把手机往口袋里一塞 对身边的韩美情说道 美情咱们去里面再逛一逛吧 韩美情点了点头 与他一起继续逛起了母校 十点多的时候 韩美情看了看时间 对身边的肖长坤说 同学聚会是十一点到场 我看这时间也差不多了 咱们就现在过去吧 肖长坤点了点头 笑着说行 随后他开着自己的宝马舞系 带着韩美情来到了辉煌会所 这次保罗为韩美情预定的 是辉煌会所的第十四层 这已经是辉煌会所的正常会员 能够到达的最顶层了 肖长坤都不禁有些惊讶 上次他仗着自己的女婿叶臣认识红武爷 才去了一次第十层 但万万没想到 这一次保罗竟然能够直接定到十四层 据说这十五层是宋家人自己用的 不对外开放 也就是说保罗应该是这里最高档位的会员了 而且辉煌会所的十层就已经非常非常豪华了 那十四层岂不是要豪华到天上去 顺着电梯一路向上 肖长坤不由询问身边的韩美情 美情保罗跟宋家的关系很好吗 韩美情点了点头 说毕竟有这么多年的合作关系 而且我们在法律上帮他们解决了不少麻烦 所以宋家对我们还算比较客气的 肖长坤心中赞叹不已 看来保罗这个年轻的小伙子还真的是年少有为 两人来到十四层硕大的豪华包厢 很多老同学都已经在包厢里等候了 这个包厢有一张能容纳五十人同时聚餐的桌子 桌子硕大无比 而且非常非常之豪华 整张桌子都是电动的 人只要坐在那里 饭菜就在自己的面前 反复不停地匀速转动 确保每个人都能品尝到 每一道菜 而且这么一张大桌子 摆满了能摆一百道菜 奢侈无比 据说这么一顿饭的标准 至少人均两万起步 今天过来一共有四十多位老同学 比上次多了许多 估计保罗这一场招待的开销 就至少要达到一百多万 看到韩美晴和肖长坤一起进来 许多老同学目瞪口呆 有好事者直接挑明了问 美晴 你怎么跟肖长坤一起来了 你们俩是偶然在下面碰到的吗 还是你们俩一起相约过来的 人群中一个穿着高档西装 梳着大背头 非常有派头的中老年人 此时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韩美晴 她便是谢文如 谢文如从进了包厢开始 就一直在等韩美晴 现在韩美晴来了 她自然是目不转睛地看着对方 她发现韩美晴还是那么的漂亮 那么的出众 那么的令人心醉 她不敢想象 韩美晴已经五十岁了 竟然还能做到如此风华绝代 这也更坚定了她 追求韩美晴的信念 但是她怎么都没想到 自己心心念念二十多年的韩美晴 竟然和肖长坤这个 曾经伤害过她的渣男 一起走了进来 她不由得一阵愤怒 站起来便只问肖长坤 肖长坤 你怎么还好意思跟美晴一起上来 当年你对美晴做了什么事情 我们大家可都是心知肚明 要不是你这个渣男 美晴又怎么可能 远渡重阳在美国生活了这么多年 你心里应该对她无比惭愧才对 我要是你的话 我根本就没脸来 肖长坤也非常生气 她气恼地说道 谢文如 你说话 不要这么过分 当年的事情 明眼人都知道 是怎么回事 根本就不能怪我 说着 她又补充道 你以为我这二十几年来 就好过了吗 我告诉你 这二十几年来 我比任何人都要后悔 比任何人都要惭愧 谢文如当仁不让地说 你惭愧就对了 所以我劝你赶紧走 这顿饭你就不该来 韩美晴这个时候忽然开口 打圆场道 行了行了 你们不要再拿以前 那些沉枝麻烂骨子的事儿来说了 又不是当年那个年轻的时候 都喜欢聊些八卦 现在都已经四五十岁了 还说这些干什么呢 说完 她还事一周 认真道 你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是我 亲自邀请来的 所以你们之间 千万不要有任何的不愉快 萧长坤这时候冷笑一声 对谢文如说 谢文如 你听见了没有 连美晴都这么说了 你有什么资格赶我走 说完 一拍脑门 道 哦 对了 忘了告诉你 我不光是跟美晴一起上来的 我是今天一早 去美晴居住的酒店 接了她 然后一起 去了母校逛了逛 回忆了一下我们当年的青春 然后才过来跟你们见面的 怎么 你有意见吗 谢文如一听这话 顿时气得难受 毕竟自己一直以来 都只是单方面的暗恋韩美晴 不像萧长坤 萧长坤和韩美晴 当年可是实打实在一起 过很长时间的 而且两个人那时候真的是狼才女貌 是整个学校里公认的最标准的一对 所以这两个人之间有许多的故事 他们两个人一起回母校回忆过去 这本身就显得有一些暧昧不清 谢文如心里非常郁闷 不知道该如何反驳的时候 年轻的保罗推门进来 笑着对韩美晴说道 妈 我已经跟宋家的管家余博打好招呼了 今天今天您和您的同学在这里聚会 一切他都会安排的妥妥当当 您就不用操心了 只管和叔叔阿姨们一起聚会吧 众人看到保罗不由的惊叹连连 一个女人脱口说道 哎呀 美晴 这是你的儿子吧 好帅啊 韩美晴轻轻点了点头 对众人说道 来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的儿子 他的英文名字叫保罗史密斯 又有人惊呼出声道 哎呀 韩美晴 你的儿子还是个混血呀 他就是你跟你那个美国老公生的吧 韩美晴笑着说 不是跟我老公生的 还能是跟谁生的呀 众人一片欢笑 谢文如这个时候开口问道 哎 对了美晴 保罗应该也有中文名字吧 韩美晴点了点头 笑着说 当然有了 保罗的中文名字跟我姓 众人急忙好奇地问 那保罗的中文名字叫什么 保罗微微一笑 开口说 叔叔阿姨 我的中文名字叫韩 后面的话还没说出来 韩美晴急忙打岔道 今天是我们聚会 又不是跟我的儿子聚会 让他先走吧 咱们这帮老年人一起叙叙旧 上文龙序 叶公子 第464章 信不信我抽你 保罗见妈妈 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中文名 便当即笑着说 叔叔阿姨们 你们吃好喝好玩好 我就先走了 萧长坤急忙说道 哎呀保罗 你着急走什么呀 不如跟我们这些人一起吃了 他之所以这时候要跟保罗说话 就是想让别人看到自己跟保罗早就认识 这样的话 大家也就能猜到 自己在这次聚会之前早就已经跟韩美晴见过面了 这样一来 大家自然就知道 两人的关系非同寻常 这也可以让那些对韩美晴 有想法的人知难而退 别人一听到这两人对话 也确实纷纷感觉有些不太对劲 这萧长坤怎么和保罗这么熟悉呢 保罗这个时候笑着对他说 我中午就不跟叔叔阿姨们一起吃了 因为我下午还有事情 说着 特意对萧长坤说 我约了叶先生下午到我的公司 帮我看看风水 我得过去招待一下 萧长坤笑着点了点头 说 我这个女婿别的本事没有 看风水的本事还是可以的 到时候让他好好给你看看 他绝对不敢问你多少钱 不然的话 昨天的酒不就白喝了吗 说着 萧长坤又道 这样吧 我给他打个电话 让他直接给你免单 一旁的谢文如听到这话 心里非常郁闷 怎么回事 难道这个保罗跟萧长坤 还有萧长坤的女婿早就已经一起喝过酒了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难道是昨天 韩美晴昨天不是才刚到金陵吗 昨天刚到就跟萧长坤他们一起吃饭了 这可真是有点特殊对待啊 想到这里谢文如心里头有些不是滋味 他不仅暗想 难道韩美晴现在还喜欢着萧长坤 保罗这个时候笑着对萧长坤说 萧叔叔 您不用这么客气 您要是让叶先生帮我免单的话 那我可不好意思 让他帮我看了 一旁的韩美晴也笑着说 长坤 孩子们的事情 咱们不用插手了 萧长坤瞟了一眼谢文如 见他表情 很是郁闷 便知道自己的目的已经达成 于是也就不再继续跟保罗说这些 而是笑着对他说 行 那你就去忙吧 你妈这里有我照顾着 你尽管放心 谢文如听到他这么说 心里就更是郁闷了 你这话是啥意思 怎么我感觉你好像是保罗的后巴一样 想到这 谢文如心里憋着一股火 暗想 萧长坤啊 萧长坤 二十年前 你就已经抢走韩美晴一次 现在如果你还敢再回我的好事 那我一定不放你 于是 他故意高声道 对了 萧长坤 你的老婆呢 就是那个 在咱们整个学院都非常出名的泊妇 叫什么来着 好像是姓马 叫马什么来着 大家谁知道 班里一个老同学笑着说道 叫马兰 对 就是马兰 谢文如笑着说 萧长坤 我听说你跟马兰可是非常恩爱的呀 这么多年你们的感情应该更深了吧 怎么今天没把马兰一起叫来啊 萧长坤一听 他提马兰 脸上立刻就挂不住了 脱口道 谢文如 在这里哪壶不开提哪壶 马兰又不是咱们班的同学 他来干什么 谢文如撇嘴笑道 你呀 要弄弄清楚 你毕竟是有父之父 所以就不要在外面胡乱沾花惹草 更不要对其他女人心怀不轨 否则的话 一旦马兰那种泼妇之道 他一定不会饶了你了 萧长坤顿时火大 脱口道 谢文如 你在这瞎说什么呢 我什么时候沾花惹草了 我什么时候对其他女人心怀不轨了 我告诉你 你不要觉得你有两个臭钱 就可以在这里指桑骂槐 我萧长坤还就不吃你这一套了 韩美晴表情很是尴尬 他声音也变得有些气愤起来 说你们两个人没完了是吧 我刚才怎么说的 我们今天可是来同学聚会的 不是让你们在这里吵架怄气的 要是你们还这样的话 那我可就走了 萧长坤无辜的说 美晴 你也听到了 都是谢文如这个老混蛋 在旁边煽风点火 谢文如好歹也是一个知名港商 平时走哪儿都被人供着 这时候被萧长坤骂成是老混蛋 自然是非常不满 于是他一排桌子站了起来 怒吓道 萧长坤 你他妈说谁是老混蛋 萧长坤的这也上来了 怒视着他说道 我说的就是你 怎么了 谢文如冷声道 萧长坤 不要觉得是老同学 我就不能把你怎么样 我告诉你 你要真惹急了我 我让你吃不了 兜着走 你以为我从香港回金陵 就能被你这种地投虫欺负了吗 也不掂量掂量自己有什么实力跟我叫萧 萧长坤一下子有些心虚 要说实力自己哪有什么事 自己现在连一万块钱都未必能拿得出来 自己住的别墅也是自己女婿坑猛拐骗搞来的 那跟谢文如这种厂商比起来 根本就一无是处 如果真惹怒了谢文如 自己还真未必能得罪得起他 就在他骑虎难下的时候 保罗急忙开口道 两位叔叔 今天这个局是我妈祖的 所以也请你们能给我妈一个面子 不要在我妈祖的局上吵来吵去 萧长坤立刻就泼下驴 脱口道 保罗 叔叔看在你的面子上 不跟他一般见识 谢文如气恼的说 你骂完我 还说不跟我一般见识 你信不信 我现在个大嘴巴子抽你 韩美情脸色浮上一层寒霜 她冷声志问道 谢文如 你到底想怎么样 如果你实在不听劝 那我只能请你出去了 你别怪我不顾同学情面 谢文如心里气恼极了 明明是自己挨了骂 这韩美情怎么一点都不向着自己呢 萧长坤也觉得脸上很挂不住 被他这么当众骂 自己该怎么回应呢 硬刚 他会不会真上来抽自己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六十岁左右的老者 迈步走了进来 老者看见保罗 便笑着说道 保罗先生 后厨已经准备好了饭菜 不知道你这边可以起菜了吗 保罗看着这老者 惊讶地说 挨压于伯 您怎么还亲自过来了 一生于伯 让饭桌上的所有人 都为之神情一伶 于伯 莫非是金陵宋家的大管家于伯 所有人都知道 这个于伯 在金陵那可是非常有地位 也非常有面子的大人物啊 上门龙旭 叶公子 第四百六十五章 是何方神圣 谢文如一听这个人 是于伯 也立刻收起了 刚才对肖长坤的那副 嚣张面孔 因为他早年间 还在金陵读书的时候 就知道过 宋家的实力很强 也知道宋家现在 是整个金陵 实力最强的家族 自己现在 虽然也算是个知名港商 也有一万身家 但是跟宋家人比起来 那还是差得太远 宋家的资产 那可是上千亿级别的 百倍于自己 所以宋家的管家地位 也比自己要高得多 能量也比自己要大得多 保罗这时候 也有些受宠若惊 他真的没想到 于伯竟然能够亲自过来 于伯这时候 笑着对保罗说 保罗先生 宋家与你们家的律师 事务所合作 可不是一天两天了 当年刚刚开拓 美国方向的出口业务时 我就陪我们姥爷 去过美国 而且当时我们遇到了 很多法律上的问题 都是你的父亲 帮我们解决的 我们宋老先生 与你父亲 其实私交 还是非常好的 不过那个时候 你还在上学 可能对这些并不清楚 说到这里 于伯又道 所以你对宋家来说 是故人之子 我们又怎么能够怠慢呢 如果我们怠慢的话 显得我们可是 没有待客之道啊 保罗感激地点了点头说 于伯 如果有机会的话 请帮我谢谢送老爷子 另外也帮我告诉老爷子 我这几天 可能稍微有些忙 等我处理好了 这边的事情之后 等公司在金陵安安稳稳地 开始走上正轨之后 我一定登门拜访 于伯点头一笑 说到时候 你直接跟我联系就可以 我来帮你 跟老爷子安排时间 说吧 于伯便道 行了 我就不在这多打扰了 既然可以上菜 那我就让后厨 赶紧起菜了 保罗说 正好我也要走 于伯 咱们俩一起出去吧 好 于伯点了点头 于伯正要走 谢文如急忙站起身来 恭恭敬敬地说 于伯您好 我是香港惠斯特商贸公司的谢文如 很高兴认识您 于伯有些诧异地看着他 好奇地问 不好意思 我好像不记得这家公司 你的公司和宋家有合作吗 谢文如急忙 毕恭毕敬地说道 不瞒您说于伯 在下一直很希望能够与宋家合作 一直没有什么好机会 如果可以的话 还希望于伯能够帮忙引荐一下 于伯理节性地笑了笑 说感谢你 瞧得起宋家 不过宋家对合作商的要求是很高的 恕我直言 如果是与某人都没有听说过的公司 基本上不太可能与宋家合作 像于伯这种当了多年大管家的人 对整个家族的业务了如指掌 对全国各地的顶尖公司 大公司 知名公司都有一定的了解 这也是他的职业素养 如果一家公司他没有听说过 那么这家公司规模一定不会很大 最多也就是个二流 宋家这么庞大的家族 是不可能跟一个二流企业合作的 谢文如的表情有些尴尬 他没想到自己竟然被于伯拒绝得这么干脆 虽然对方没有把话说得非常直接 但是其中的意思已经一目了然 这让谢文如内心有些受挫 但是他又不敢表露出有任何不满 只能恭恭敬敬 谦卑不已地说 抱歉于伯 是谢某人唐突梦浪了 说完他有些兴兴地坐了回去 感觉脸上一阵火辣辣的 早知道自己就不自讨没去了 不但没得到任何好处 反而还在同学面前丢了脸面 于伯对他微微点头算是回应 神情有些巨傲 但这也实属正常 毕竟他早就是金灵为人尊崇的上层人物 保罗这时看向众人 说叔叔阿姨 您们在这里聚吧 我就先走了 说完还专门向肖长坤说 肖叔叔 我先走了 肖长坤看保罗 就像是看半个儿子一样 又慈祥又和蔼地说 行行行 那你就快去忙吧 于伯这个时候看到了肖长坤 顿时惊讶不已地说 哎呀 您是肖先生吧 肖长坤没想到 宋家大管家 大名鼎鼎的于伯竟然认识自己 于是惊讶地问他 您 您怎么会认识我 于伯尊敬地说 肖先生 不瞒您说 叶大师对宋家恩重如山 宋家上上下下都感激叶大师的恩情 莫敢忘却啊 您又是叶大师的岳父 我怎能不认识您呢 肖长坤恍然大悟 原来是看在自己的女婿 叶辰的面子上啊 自己这个女婿可真的是越来越难忽悠了 原来以为他忽悠的洪武爷 忽悠个王正刚之流也就很厉害了 没想到他把整个金陵最大的家族宋家都忽悠的团团转 一旁的保罗听得心惊 他自然知道 于伯说的叶大师就是叶辰 但他是真的没想到 叶辰竟然这么牛 就连宋家的大管家于伯 恭恭敬敬地称他一声叶大师 而且按他所说 叶辰对整个宋家都有很大的恩情 难道是叶辰看风水看出来的恩情吗 想到这 他心里感觉叶辰的形象又多了几分神秘的色彩 一想到他下午会来自己的公司看风水 他便想着看看能不能趁机会了解一些关于他的深层信息 于伯这时候非常恭敬地对肖长坤说 肖先生 没想到今天您会在这一桌 既然这样 那于某今天就专门为您这桌服务了 有任何需求您都可以直接吩咐于某 肖长坤的同学们都惊呆了 这里面不少人都是金陵本地人 大家都知道宋家的实力有多强 所以谁也没想到肖长坤竟然还有这种面子 谢文如也很是震惊 他怎么都想不通 为什么对自己都不屑一顾的于柏 竟然对肖长坤如此客气 肖长坤的情况自己曾经打听过 无非就是一个落魄户而已 肖家早就不行了 现在基本上已经凉凉了 他肖长坤自己肯定也没有什么资本 无非就是个老吊司而已 可是于柏为什么要这么尊重他这个老吊司 就因为他那个叫什么叶大师的女婿吗 想到这 这谢文如对肖长坤的女婿心生好奇 于是他低声问身边的一个同学 道肖长坤的女婿到底是何方神圣 上门龙婿 叶公子 第466章 他女婿这么厉害 刚才还对肖长坤颇为不屑的谢文如 这一刻对肖长坤多了几分忌惮 不管怎么样 他的女婿能让于柏如此上心 如此尊重 这就证明肖长坤在于柏的眼里 也比自己重要得多 他问身边的老同学 关于肖长坤女婿的来头 对方刚好是参加过上次同学聚会的 便笑着说 长坤的那个女婿 看起来好像就是个无业游民吧 据说好像是家里的全职主夫 具体是干什么的 咱还真不知道 谢文如毕竟是做生意的 见过世面 他光是从于柏的态度上 就意识到自己绝对不可小看了肖长坤的女婿 搞不好对方还是个来头很大的人 否则也不可能让于柏如此恭敬 这也让他不由的心生担忧 为刚才讥讽肖长坤的事情后怕不已 来别的不说 单就于柏这毕恭毕敬的态度 就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自己真的合适肖长坤撕破脸闹起来 于柏肯定不会向着自己 于是他有些后怕的看着肖长坤 持一片刻还是开口说 长坤刚才不好意思 都是在气头上说的气话 你可千万不要往心里去 大家都是老同学 有什么话说两句说开了也就得了 你说呢 肖长坤心里很清楚 谢文如刚才还那么嚣张 这会儿忽然变得这么客气 甚至主动找自己道歉 肯定是因为于柏的态度让他意识到自己没那么好惹 他本来不想就这么跟谢文如善罢甘休 但韩美情这个时候也开口道 长坤都是同学 刚才的不愉快就别再提了 肖长坤这才点了点头 对谢文如说道 既然美情都发话了 那就不再提了 我这个人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如果你不继续找我麻烦 我当然也不会跟你一般见识 若是平时有人这么跟谢文如说话 他早就炸了 但是这个时候 他可不敢再跟肖长坤叫嚣 毕竟这可是在宋家的地盘上 于柏对肖长坤又是那么的尊敬 如果真闹起来 自己肯定要完蛋 所以他也只能嗡声嗡气的说 常坤你这是大人有大量 待会我一定敬你一杯 其他的同学也都看出 谢文如这种态度上的变化 大家也都知道 谢文如是对肖长坤有些忌惮 有些人也心生诧异 这个肖长坤 他女婿真的就这么厉害 能让宋家的人对他都这么客气呢 肖长坤此时此刻的内心 也是非常得意的 没想到虽然没带女婿来 但自己的女婿还是能帮自己长脸 有了今天于柏的这番态度 以后在同学的圈子里 应该是没有人敢小看自己了 此时此刻保罗乘车也来到了自己的公司 史密斯律师事务所 美国人和中国人的形势风格不一样 中国人很少会把自己的名字用来命名公司 因为中国人整体还是信奉形势低调 隐晦不要太张扬 整体都要凸显一个中庸的形势之道 不过美国人一般都非常高调 美国那些知名的企业 基本上都是用创始人的名字命名的 比如著名的波音公司 也就是生产客机和军用飞机 航天飞机的超级航天集团 它之所以命名为波音 就是因为他们的创始人 名叫威廉爱德华波音 相当于创始人用自己的姓氏 作为公司的名称 再比如世界知名酒店企业西尔顿集团 它的创始人名叫康拉德西尔顿 这个家族也就是大名鼎鼎的西尔顿家族 保罗全名叫保罗史密斯 保罗是他的名字 史密斯是他的家族姓氏 从他父亲创立这家律师事务所开始 就以自己的家族姓氏为名 叫做史密斯律师事务所 史密斯律师事务所 经过保罗父亲多年的耕耘 在国际上还是颇有名望的 所以这次保罗把事务所迁到金陵 在公司的选址上 直接选择了金陵最好的CBT区域 而且他选择的是最繁华 最顶尖的写字楼金帝大厦 金帝大厦足有58层 是整个金陵最好最顶尖的 五星级写字楼 能够入住金帝大厦的基本上 全是金陵以及全国 甚至全球的顶尖企业 因为保罗的史密斯律师事务所 名气也很大 而且服务的全都是 世界五百强级的大公司 所以他们也非常注重自己的门面 值得一提的是 叶家当初买给叶晨的地豪集团 就是整个金陵最大的集团性公司 而且主要以房地产为主 地豪集团在金陵拥有多栋高端的写字楼 而且这些写字楼都是地豪集团 自己在运营并没有出售 这其中就包括整栋金帝大厦 叶晨听说保罗把公司选在了金帝大厦 一开始还有些诧异 没想到他这么巧 就选择了自己的物业 但仔细想一想 金帝大厦是整个金陵最好的写字楼 他这种律所正需要足够的门面 所以除了金帝大厦 也没有其他的可选 他在家吃过午饭之后 便一个人打车来到了金帝大厦 保罗的律师事务所 在金帝大厦的27层 他直接乘坐电梯来到了27层 保罗已经在电梯口亲自等着他了 见到叶晨 保罗非常非常客气 直接上前来礼貌的说 哎呀 叶先生 真是辛苦您 专门跑一趟 叶晨微微一笑 对保罗说 举手之劳而已 不用这么客气 保罗邀请着叶晨走进去 开口介绍道 叶先生 我在几个月前就已经让人先租下了金利大厦的27层 而且当时就直接开始装修了 现在装修基本上都快竣工了 您看一看整体风水如何 是不是有什么不太合适的地方 如果有的话怎么修改呢 叶晨大概看了一遍 很快便发现保罗这里已经有了很用心的风水布局 他笑着说保罗你这里好像已经找高人看过了吧 我看你这入门处设了聚财风水局 可汇聚财气 正厅中设了避灾风水局 像你这种做法律业务的 有这种风水局可以最大程度的避免纠纷 整体上已经非常不错了 保罗惊叹不已的说 叶先生您可真是会演独具 一打眼就看出了我这里的风水排布 叶晨淡然道 保罗你妈妈和我岳父是这么多年的同学 所以你跟我也不用太客气 不过我很好奇 你既然这里已经找人看过风水了 为什么还要请我来呢 保罗倒也一点都不掩饰 坦诚说实不相瞒 昨天邀请您过来帮我看风水 主要是想看一看 叶先生是否真的有这方面的真材实学 现在看来是在下唐突了 还请叶先生见谅 上门龙序 叶公子第467章 尊称您为叶大师 保罗确实对叶晨充满好奇 从一开始他就以为叶晨是燕京叶家的人 后来叶晨虽然让他打消了这个疑虑 但是叶晨叶大师的称号 还是让保罗有了新的疑惑 让叶晨过来给自己看风水 其实就是保罗的一步试探 他这里的风水早就已经找人专门看过了 如果叶晨来了之后 看不出来 这里已经布过风水局 那就证明他根本就没有这个水平 当什么叶大师 但如果叶晨来了之后 就能看出这里的风水局 那就证明叶晨的水平不一般 保罗没有想到 叶晨竟然一眼就看出了这里 所有的风水布局 要知道之前那位大师 也是看了好久 研究了好久 才想到并布置了这些 对保罗的怀疑 叶晨并没有生气 相反 他倒是很欣赏保罗的这种坦荡 有什么就说什么 不遮遮掩掩 这种品质在当今社会下 已经非常难得了 于是他便对保罗说 你想看看我 有没有这个真才实学 这也算是人之常情 不过我既然来了 就要收你一份看风水的费用 这也是人之常情 其实来之前 叶晨并没有打算问保罗要钱 毕竟是老丈人老情人的儿子 自己这点面子还是要给的 但是既然保罗这么坦诚 有一说一 有二说二 那自己也应该用同样的方式 跟他相处 保罗一听这话 立刻说道 当然当然 既然请叶先生来了 又怎么能不付费用呢 说着 他毫不犹豫地从口袋里掏出支票簿 在上面画写一阵 撕下来递给了叶晨 说道 叶先生 这一百万是我的一点小小心意 还请你笑纳 叶晨微微一笑 将支票接了过来 笑着说道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说完 叶晨四下里看了看 又道 那说明这里 确实是找高人看过 不过高人也难免有所遗漏 就比如说 你入门的聚财风水局 入口聚财自然是无可厚非 但是这后面却没有做相应的布局 实乃败笔 保罗听他这么说 急忙追问道 叶先生 您说的这是什么意思 叶晨笑道 风水上常说 自弃东来 才弃东来 你的入口朝东 社聚财风水局 没有任何问题 也就是说钱从你的入口进来 进到了你的公司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不过你的公司必须要能把钱留得住才行 说吧 他指着公司背面 道 你看你公司的这一面 全是通透的落地玻璃窗 透明的玻璃 在风水局上等于是没有 所以你这才从入口进来 留不住就直接从后面出去了 这叫什么你知道吗 保罗紧张地问 还请叶先生明示 叶晨笑道 中国有一句古话 叫做竹篮打水一场空 为什么会这么说 就是因为竹篮的口 虽然能进水 但是自身缝隙太大 所以留不住水 如果公司留不住钱 很有可能你的公司将来就是大进大出 钱进的也多 出的也多 最后自己什么也没落下 保罗惊呼一声 又问叶大师 那这样的局面应该如何破解 叶晨淡淡道 首先所有的玻璃一定要贴膜 我刚才说了 玻璃如果是透明的 等于什么都没有 但一旦它有了颜色 哪怕只是淡淡的茶色 都等于是把这道玻璃变成了一堵墙 保罗激动不已的点了点头 脱口说道 太感谢您了叶先生 我这就安排人赶紧去办 叶晨微微一笑 又道别着急 我还没有说完 保罗急忙恭敬地说道 叶先生 您请讲 叶晨说 给玻璃贴上膜的同时 你还要在左右两侧 各摆一只金皮修 一定要纯金打造 才能在运势上 起到最好的作用 而且 皮修出了名的 只吃不拉 只进不出 是最好的守财法宝 这样就等于 做了一个留财的风水局 钱进来之后就能留得住 你的生意自然也就蒸蒸日上 保罗一脸感激地冲着叶晨报了报权 恭敬地说 叶先生果然不愧于叶大师的称号 从今日起 我也和其他人一样 尊称您为叶大师 叶晨笑着摆了摆手 你还是不要叫我什么叶大师了 如果当着我老丈人的面 或者当着你妈的面叫我叶大师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解释 保罗脱口道 那以后在他们的面前 我就叫你叶先生 但是不在他们面前时 我一定要尊称您一生叶大师 说吧 保罗又立刻掏出自己的支票簿 二话簿说在上面写写画画一阵 随后将那张支票撕了下来 双手恭敬地拖到叶晨面前说 叶大师 这是补给您的费用 还请您笑纳 叶晨搭眼一看 发现这张支票上写的是四百万 便对保罗说 一百万已经很多了 你不用跟我这么客气 这一百万我收下 不过这四百万 你还是收回去吧 保罗却一脸坚决地说道 不行 叶先生 若不是你 我我将来在金陵 有可能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叶晨摆手笑道 这只不过是风水上的一些说法而已 就算我不给你指出来 你也未必不能赚钱 毕竟你们家的律师事务所经营了这么多年 已经很有名气了 保罗认真地说道 叶大师 实不相瞒 当年我爸爸开律师事务所的时候 最开始接了几个案子 全部都败诉了 而且败诉的原因千奇百怪 那段时间用我妈妈的话说 爸爸倒霉地喝凉水都塞牙缝 后来 我妈妈从唐人街请了一位风水先生 到我爸的律师事务所看风水 一开始我爸还非常排斥 这种东方的封建迷信 但是当那位风水先生 明确算出我父亲遭遇的几个困局之后 我父亲便意识到 风水这种玄妙的学术 真的很不一般 然后这位风水先生便改动了我父亲 律师事务所的布局 重新给他做了一个风水局 从那之后 我父亲的律师事务所生意便蒸蒸日上 说到这里 保罗一脸感慨地说道 如果不是当初那位风水先生 我爸爸创业可能一开始就已经失败了 所以就不会有现在的史密斯律师事务所 这也是我为什么这么坚定地相信风水的原因 叶晨倒是没想到 原来保罗家生意的一开始 就是靠风水先生才存活下来的 风水有的时候就是这么的神奇 当你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时候 有可能这东风就是不来 那你再怎么准备也不可能成功 风水就是微妙之中 起到了借东风的作用 上门龙絮 叶公子 第468章爆炸性新闻 保罗对叶晨佩服的真叫一个五体投地 他本身就是一个更像是中国人的美国人 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风水玄学都非常痴迷 而且也非常相信 叶晨刚才所说的那一切 都让他感觉到这个人在风水上的造诣深不可测 所以他也不明白为什么有人愿意送给叶晨一套 价值一个多亿的豪华别墅 保罗十分清楚一个风水师的重要性 好的风水师不但能够帮人改运俱财 甚至还能帮人逆天改命 所以越好的风水师 他们的出厂费也就越高 身价也就越高 比如香港的李嘉诚 据说他们御用的风水师 看一次风水的酬劳就要上一港币 所以他甚至觉得自己的四百万的支票给的有点少 早知道自己应该开一张一千万的支票给他 想到这 他便直接将这四百万的支票撕碎了丢到一边 然后又急忙重新写了一张九百万的支票 递给叶晨恭敬地说道 叶大师还请您笑呢 叶晨认真地说道 保罗我收你一百万就够了 这些就不用再给我了 保罗却非常认真地说道 叶大师风水玄学本身就讲究一个前程 钱从某些方面来说也是前程的一种代表 所以还希望您能够笑纳 不然的话便显得在下心不成 叶晨并不缺钱 整个账户里还有将近两百二十个亿的人民币 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花 保罗无论是给自己一百万还是一千万 其实对自己来说都没有什么差异 叶晨也不准备问保罗要太多钱 要钱只是走一个形式 他给多少自己都没有意见 不过给的太多了 确实有些不太合适 不过保罗却非常坚决 死活也不愿意把钱收回去 非要让叶晨收下 叶晨见此便也不再跟他推脱 说既然你非要给我钱 那我就先收下了 不过将来如果我有需要用到你这个大律师的地方 那你可一定得该收多少钱就收多少钱 保罗笑着说道 那怎么能行呢 您可是叶大师啊 您能用得上我 那是对我的抬举 叶晨说道 既然这样 那我以后有法律上的事情 可不敢来找你了 保罗这才急忙说道 叶大师 以后有任何法律上的需要 您尽管来找我 我一定正常收钱 这总行了吧 叶晨点了点头 笑道 这还差不多 说完他看了看时间 道 保罗 既然你这边没什么事 那我今天就不打扰了 保罗急忙道 叶大师 晚上我想请您吃顿饭 不知道您是否有时间 叶晨笑着摆了摆手说 吃饭就不必了 我那边还有点事 等着我去办 得走了 保罗一听这话 立刻点了点头 说 既然叶大师有事要办 那我就不留您了 我送您出去吧 叶大师这边请 保罗的干脆 让叶晨非常赞赏 大部分的国人都比较喜欢 客套 如果换作别人 要请自己吃饭 自己推脱有事 对方肯定还会 再继续热情的邀请几次 一直到自己明确 拒绝才会把休 甚至有些时候 即便内心深处 并不是真的想请对方吃饭 也会跟对方客套一番 这就好像几个人一起吃完饭 抢着买单一样 每个人都在抢着要付钱 但是并不一定是 每个人心里都真的想付钱 很有可能大家 只是想客套一下 因为总觉得 如果不客套一下 就好像不太懂事 所以饭店吧台经常有人 就谁买单的问题 你来我往的 抢个不停 叶晨见多了这样的人 反而更欣赏保罗 这样识去果断又干脆的人 自己既然说了有事 那他就绝对不再废话一句 直接就要送自己离开 这才是聪明人之间的交流方式 随后保罗便一路送着 叶晨出了公司 来到了电梯门口 他主动为叶晨按了电梯键 随后一台电梯 从一层上来 在这一层停下 电梯刚停 保罗便急忙做了一个 请的姿势 正要对叶晨说话 这时电梯门忽然打开 一个美艳动人 身材高挑 上身穿着小西装 下身穿着包屯裙的超级美女 忽然出现在电梯里 美女美艳动人 同时又不乏冷艳性感 可谓是极品中的极品 让所有男人都心动不已 保罗一脸惊喜地看着对方 惊呼道 宋小姐 您怎么会在这里 那美女正要说话 突然看见保罗身边的叶晨 冷艳的翘脸上 忽然便仿佛沐浴了春风一般 带着小女孩雀跃的笑容 惊喜道 叶大师 您怎么在这儿 叶晨抬头一看 这才发现 原来电梯里的人 竟然是宋家的大小姐宋婉婷 她身边还跟着几个保镖 每人都抱着一个精美的花篮 宋婉婷也没想到 会在这里碰见 自己的心上人叶晨 心里自然是开心不已 叶晨在这里见到她 也觉得有些惊讶 笑着说 我来帮朋友看一看 她这里的风水 说吧 她想到刚才保罗认出了宋婉婷 于是便猜测 他们两个人一定认识 宋婉婷笑着说道 看来叶大师 你也认识保罗先生 我过来 是因为爷爷让我帮忙 给保罗先生送几份花篮 恭贺他的公司开业 说完 他才想到自己 竟然没有跟保罗打招呼 于是这才有些不好意思的说 保罗先生 好久不见了 保罗是个聪明人 而且他做律师的过程中 接触最多的就是犯罪嫌疑人 所以他对人的眼神和表情 有非常强的解读能力 美国的FBI 就曾经出过一套 解读面部表情的课程 这主要是交办案人员 如何通过犯罪嫌疑人 细微的表情动作 以及眼神变化 来揣测出对方是否说谎 这属于非常高端的心理学范畴 不过也是每一个司法人员的必修课程 保罗在美国学习多年法律 而且也当上了律师 再加上他从小的家庭熏陶 让他在这方面有着与众不同的天赋 所以他能够从宋婉婷看叶辰的表情和眼神中 能看出宋婉婷喜欢叶辰 他一边羡慕叶辰 竟然能够吸引到宋婉婷这样的角色美人 一边又不由的感慨 看来叶辰这个人真的非同一般 连宋家的大小姐都对他心生爱慕 更重要的是 叶辰可是结过婚的人 宋家的大小姐竟然会喜欢一个结过婚的男人 这简直就是一个爆炸性的新闻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469章 便宜他了 此时恶挪多姿的宋婉婷 从电梯里走了出来 虽然他是来给保罗送花篮的 但是他的眼睛却一直都在叶辰的身上 每一次见到叶辰 宋婉婷都会觉得很开心 像是回到了18岁 那个情窦初开的年纪 其实像他这样的大小姐 比一般人都要更早的成熟 更早的接触人情世故 也更早的学会给自己戴上面具 可是再见到叶辰之后 在爱上叶辰之后 宋婉婷给自己戴面具的能力 便在他面前失笑了 他看着叶辰 眼神之中满是崇拜与爱慕 羞答答的问 叶大师 您跟保罗先生怎么会认识 保罗先生应该是刚来中国不久吧 叶辰微微一笑 说道 我岳父和保罗先生的妈妈是大学同学 所以就这么认识了 宋婉婷惊讶地说 哎呀 怎么会这么巧 一旁的保罗笑着说道 就是这么巧啊 我也没想到 宋小姐您竟然也认识叶大师 宋婉婷深深地看了叶辰一眼 对保罗说 叶大师算得上是我的救命恩人了 你记不记得有一次 我们的出口货物刚到美国 立刻就被对方说不合格 但是还要起诉我们 让我们承担巨额赔偿 保罗立刻点了点头说 当然记得 那一次你让我从美国东海岸赶到美国西海岸 去帮你解决这个争议 可是我人还没到西海岸 问题就已经解决了 宋婉婷心有余悸地说 那次是我不小心弄坏了家里的风水 不但是生意瘦到前面 我自己也有很多不顺的地方 甚至开车还频繁出问题 出事故 说着宋婉婷抬起手腕 露出他妈妈留给他的那一串手链 感慨道 当时这条手链已经丢了 要不是叶大师 我也不可能找得回来 保罗惊呼道 原来你当时跟我说的遇到的那个了不起的风水大师 就是叶大师啊 宋婉婷点了点头 说 没错 就是叶大师 保罗看向叶臣的眼神中 已经充满了崇拜与敬佩 他脱口道 叶大师 我真没想到原来您就是宋小姐口中一直在不吝赞美的风水大师 叶臣一脸淡然的笑了笑 摆摆手道 无非就是一点儿雕虫小技 不值一提 保罗急忙说 叶大师 您可真是太谦虚了 若不是您刚才出手指点 我这里的风水局可能也会出大问题 真是感激不尽 虽然叶臣非常谦虚 但保罗却不这么想 他心里对叶臣已经有了几分崇敬 而且就连宋家的大小姐都对叶臣推崇 有加自己自然 更不能怠慢了叶臣 这个时候叶臣开口说道 我还有点事情要去办 这样吧 你们先聊 我先走了 宋婉婷急忙追问 叶大师 您要去哪儿啊 您开车了没有 如果没开车的话 我送您吧 叶臣笑着说 你跟保罗之间不用再叙叙旧吗 宋婉婷急忙说道 我跟保罗也算是老相识了 以后他就在金陵发展 我们有的是时间叙旧 如果你今天没开车的话 还是请让我送您吧 保罗见此 更知道宋婉婷不仅喜欢叶臣 而且还把叶臣放在了 心里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 这时候便顺水推舟地说 宋小姐 谢谢您送的花篮 也帮我 谢谢宋老爷子 有机会的话 在下一定登门拜访 你要有事的话 可以先忙 正好我自己这边 也有点事情要处理 宋婉婷感激地 看了一眼保罗 对他说 那行 既然你有事情 那我就不多打扰了 咱们有机会再去 宝罗这个人的情商 确实很高 智商也很高 他看得出 宋婉婷的心思 全在叶臣身上 所以他才提出 要送叶臣 既然这样 那自己 何不顺水推舟 帮他一把呢 于是 宋婉婷便对叶臣说道 叶大师 我送您吧 叶臣点了点头 笑着说 那好吧 麻烦你了 宋婉婷 羞答答地笑了笑 认真说道 叶大师 您跟我千万 不要这么客气 宋婉婷留下自己的保镖 去给保罗搬花篮 自己则按下电梯 伸手挡住电梯门 对叶臣说 叶大师您请 叶臣微微点头示意 先一步进了电梯 宋婉婷 这才跟了进来 电梯门关上 宋婉婷身上 那淡淡又高级的幽香味道 便缓缓地钻入了 叶臣的鼻孔 不得不说 宋婉婷的品味 非常之高 她身上的香水味道 清淡而又悠长 不但让人感觉 非常舒服 沁人心脾 而且闻起来 一点都不庸俗 甚至让人 有些痴迷上眼 与她站在一起 叶臣心里 甚至都有一些 心缘意马 不可否认 宋婉婷长得 确实非常漂亮 气质又非常高贵 而且更重要的是 这个女人 在自己面前时 表现得太温柔了 一点都看不出 大小姐的架子与气场 两人一起 出了金地大厦 宋婉婷便亲自打开 自己的劳斯莱斯车门 请叶臣坐了进去 上车之后 宋婉婷恭敬地 问身边的叶臣 叶大师 您去哪儿 我送您 叶臣微微一笑 那就麻烦 你送我回 汤臣衣品吧 宋婉婷诧异地问 叶先生 您不是要去办事吗 怎么忽然 又要回家了 叶臣笑着说 办事的时机 还没到 我先回家等一等 宋婉婷 虽然心里 有些诧异 但还是 轻轻点了点头 说 那我就送你回去 说着 他又鼓起勇气 有些期待地问 叶大师 您什么时候有时间 我想请您吃顿饭 叶臣想了想 说 过两天吧 最近事情确实挺多 尤其是今天 他已经跟陈泽楷 交代得很清楚了 一旦准备放马兰的时候 看守所那边 会专门让他 给自己打电话 到时候 自己会去 把马兰接回来 之所以要亲自去接马兰 主要是因为 他想看一看 马兰现在到底有多惨 这个连219亿 都敢偷的女人 在里面 如果不受点苦的话 是永远不可能 常教训的 219亿 如果自己不给他留情面 不怕身份暴露 直接打电话报警的话 这么多的涉案金额 马兰就算不枪毙 也至少判一个死缓 让他进去受几天苦 就把他放出来 已经非常便宜他了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470章 焦急等待 马兰从警局问话 回到看守所之后 心里就一直在忐忑地 等待着结果 他不知道警方 到底会不会放了自己 所以只能在心里 不停地祈祷着 进看守所的 这两天以来 马兰受尽了 这辈子都没有受过的 惨痛折磨 他现在感觉自己 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如果再不放自己出去 自己恐怕真的 就只能在这里一死了之 萧老太太知道 马兰上午被叫去警局问话 心里便觉得 他心里害怕马兰对警员说出他和张贵分折磨 殴打马兰的事情 而且也担心马兰跟警员申请换牢房 如果警员把他换走了 那自己起步就失去了最大的乐趣 这么长时间以来 萧家遭遇了这么多的不幸与磨难 以至于萧老太太的心情一直非常的低沉 直到马兰跟他关进了同一个牢房 他才重新找回了人生的乐趣与美好 一想到马兰有可能在监狱里被关了十几二十年 而自己再等十多天就能出去了 萧老太太便感觉兴奋不已 看马兰蜷缩在牢房的角落里 萧老太太弯心大气 他迈步走到马兰面前 笑着问道 哟 听说你被叫去警局问话了 马兰看着他 哆哆嗦嗦的道 是的妈 我被叫去问了一下情况 萧老太太冷声至问道 那你有没有跟警员胡说八道 你没有跟他们告状吧 马兰急忙摆手说 妈您放心 我没跟警员说牢房里发生的事情 他们找我过去 是想再问一下案情 萧老太太放下心来 哼笑一声 问他 我说马兰 你有没有找律师咨询一下 你现在这种情况到底要判多少年 十年十五年够吗 马兰连连摇头 难难道 我还没有找律师 所以到底会判我多久 我也不清楚 打死马兰 马兰也不敢说自己有可能很快就会被放走 因为一旦他们知道自己要被放走了 恐怕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 在自己走之前狠狠折磨自己 所以马兰决定隐忍 一直忍到警察来放自己走的那一刻为止 萧老太太冷笑一声 得意的说 我可是听别人说过 就你这种情况至少也要判十五年 说着老太太长叹一声 却满脸兴奋的说 哎呀 十五年啊 马兰 十五天我老太婆都受不了十五年 你到时候可怎么受啊 我想象都替你愁得慌 马兰能唯唯诺诺的说 我也不知道啊 妈 我一想到自己有可能在里面要关十几年 我这个心里就拔凉拔凉的 张贵芬这个时候迈步来到马兰跟前 直接左右开弓 抽了他两个耳光 这才低头看着他 像你这种抢别人老公的骚女人 别说关你十几年 就算关你一辈子都不解恨 你想象那个被你逼到美国去的韩美情 我虽然不认识他他 甚至都没有见过他 但是我一想到你对他做的事情 我就想替他出这口恶气 说吧 又伸出手去抓住马兰的头发 噼里啪啦抽了他好几个耳光 马兰的嘴角很快又流出鲜血 就在张贵芬停手的那一刻 他没想到一旁的萧老太太 也在等着教训他 张贵芬刚停手 萧老太太忽然伸出手去 死死地拽住马兰的耳朵 拼命地拉扯着 疼得马兰嗷嗷直叫 马兰呲牙咧嘴地问 妈你揪我的耳朵干嘛 我又做错什么了妈妈 萧老太太冷哼道 你还有脸问我 你做错了什么 我告诉你 你这种人只要活着 只要还能喘气就是错 你唯一正确的选择 就是赶紧死了算了 别在这个世上浪费空气 马兰感觉自己的耳朵 好像都要被揪下来了 疼得钻心 但是又不敢 有半点忤逆的意思 只能把苦水往肚子里咽 心想着再坚持坚持 再坚持坚持 自己就能出去了 等自己出去之后 用不了十几天 这个糟老婆子也会放出来 到那个时候 这糟老婆子没有地方住 没有地方吃 没有地方喝 搞不好都要横死街头 那个时候 自己可能就有机会找他报仇了 这糟老婆子不是觉着自己 要在里面被关了十几年吗 他还想拿着自己亲手写的信 去住自己的汤尘衣品别墅 见是痴人说梦 他肯定想不到 自己根本就不可能在这里 被关十几年 用不了多久 自己就会被放出去了 等玉井来放自己走的那一刻 相信这糟老婆 一定会惊讶地撑目结舌 目瞪口呆 甚至心里一定会非常痛苦 非常郁闷 非常气愤 搞不好有可能当场气死在这里 萧老太太确实没想到 马兰有可能被放走 她只觉得 马兰有可能这辈子 都要在监狱里待着了 所以她才一直 把马兰写的那封信 视若珍宝 因为有这封信在手 自己只要等个十几天 放出去之后 就可以去住汤尘一品的大豪宅了 天哪 汤尘一品呀 自己之前哪敢想啊 这次住进汤尘一品之后 自己说什么都不可能再搬走了 死也要死在汤尘一品那种豪宅里 他这个人比较封建迷信 觉得只有死在这种豪宅里 下辈子才有能投身到在更富贵的人家 想一辈子的荣华富贵 这时候 看守所里的玉井迈步走了过来 萧太太这才依依不舍的 松开了马兰的耳朵 她刚才使尽了浑身的力气 把马兰的耳朵揪得红肿无比 耳根处甚至有一些撕裂出血 马兰藤的眼泪啪啪直掉 但是看到玉井 她兴奋的几乎快要疯了 玉井来了 玉井来放自己了 自己终于要恢复自由了 自己终于能回到汤尘一品的大豪宅里 饱饱的每餐一顿 再安安稳稳的睡一觉了 这两天多的时间 自己除了在地上舔了两口粥之外 什么都没有吃 觉也没睡好 人也发着烧 这种感觉简直太痛苦了 所以马兰迫不及待的 想要赶紧离开这里 永远的离开这里 玉井大步走到牢房跟前 打开了房门 开口说道 放风时间到了 所有人排成队去操场 放风 马兰一颗激动无比的心 瞬间跌落谷底 玉井是来带大家去放风的 难道他不准备把自己放出去吗 难道那几个警员还没有商量好 到底要不要放自己出去吗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471章 先把他打个半死 马兰内心虽然无比绝望 但在看守所 他知道必须要听玉井的话 于是连忙跟着众人走出牢房门 到了操场 玉井说道 先绕操场跑三圈 然后自由活动半小时 半小时后 在操场门口 集合回牢房 众人急忙开始列队 张贵分是牢房里的头 所以队列也是由他来安排 他看了马兰一眼 说道 你站到最前面去 后面所有人都盯着你 要是跑得不好 头给你打烂 然后转头 看向其他人 说道 你们扶着点老太太 慢慢跑 别把老太太累坏了 萧老太太 小呵呵地说道 贵分 你真是有心了 我虽然年纪大了 不过身体还算可以 不用人扶着我 我跟在你们后面 慢慢走就行 张贵分点了点头 这才大喝一声 道 预备 跑 马兰排在最前头 一听这话 便赶紧忍着浑身的疼痛 以及两天两夜 没怎么吃饭的虚弱 脉步跑了起来 随后 众人便都跟着他一起开跑 马兰身体很弱 本来就像是 要散架一般难受 所以刚跑了两步 他腿上便是一软 一个亮枪 险些摔倒 他身后的女人 直接一脚 踢在了他腰上 骂道 抢别人老公的骚女人 跑个步 都跑得歪歪扭扭的 你还能做个啥 另外一个女人 哈哈大笑 道 这个骚女人 还可以抢别人老公啊 她虽然不会跑步 但是会往别人床上跑 众人顿时轰然大笑 马兰只能强忍着 内心深处的屈辱 咬着牙往前跑 就在这时 马兰看到有三个 凶神恶煞的女人 正站在操场一角的跑道上 眼神瞟着自己的方向 似乎是正在看自己 她刚从这三个女人身边跑过 其中一个女人 便伸出一只手 抓住了她的肩膀 马兰被抓住 整个队伍也都停了下来 张贵芬走了上来 开口问道 三位这是要做什么 这三个女人 长得凶神恶煞 刚才伸手拉住 马兰的这人 脸上甚至还有一道 从左眼角一直画到 右下巴的刀疤 这一道刀疤 将她一张脸分成了两半 看起来极其恐怖 张贵芬虽然在自己的牢房里 称王称霸 但是说到底 她不过就是一个普通农夫罢了 让她打马兰 她敢打 但是让她拿刀砍人 她肯定不敢 所以她看对方脸上 竟然有一道刀疤 便知道这女人绝对不一般 是自己惹不起的存在 那个刀疤女开口道 我找一个叫马兰的 是你们牢房的吗 哪个是她 马兰一听说是找自己的 顿时吓得心慌意乱 连连摆手道 我不知道 从来没听说过 什么叫马兰的人 肖老太太 却是手一指马兰 说道 你们别听这个 不要脸的骚女人 在这扯淡 她就是马兰 小微微也接口道 对 就是她 她就是马兰 还是个诈骗犯 刀疤女这才转头 看向马兰 直接一个耳光 狠狠地抽在马兰的脸上 这刀疤女一看就是练过的 浑身都有肌肉块 所以她这一巴掌 可比张贵芬之流 要厉害多了 这是一巴掌 就直接将马兰干 翻在地 马兰是直接 背着一巴掌抽的 倒头栽倒在地的 光荡一声 摔在地上 接着便吐出一颗厚草牙 那真叫一个惨 众人一见这刀疤女这么狠 一个个也都心生胆怯 不过肖老太太心里 可是开心极了 反正只要是 看到马兰挨揍 她就感觉特别开心 萧薇薇也觉得这真是太解恨了 看马兰挨了那么多顿揍 都没有这一巴掌来劲 一个巴掌直接就把她干翻在地 这哪是一般的人能够有的力量 马兰快吓死了 挨打对她来说都不算是什么大问题 因为这两天她也没少挨打 早就练出来了 但关键是她 不知道这个刀疤女到底为什么打自己 难道她是那个跨国诈骗集团的成员 来找自己算账来了 就在马兰惊恐不已的时候 张贵芬一脸耸逼的对那个刀疤女说 大姐 我们跟这个女人可不熟 您要是想打她 您就尽管打 打死她都不要紧 不过我们还得跑步呢 您看我们能不能继续跑步去 刀疤女冷哼一声 说 无关人等都赶紧给我滚 不然的话 别怪我不客气 张贵芬赶紧一招手 喊道姐妹们来一起跟我跑 一百二十一一百二十一 同牢房的人赶紧跟着她 喊着耗子 二十多号人喊着一百二十一 急急忙忙就跑了 现场只剩下那三个女人和马兰自己 马兰吓得魂飞魄散 脱口问道 大姐 我到底哪里招你惹你了 你起码跟我说说 刀疤女一脚踹在马兰的肚子上 踹着她捂着肚子在地上打着滚哀嚎 随后她从兜里掏出一张黑色银行卡 质问道 马兰 你抬头看看 还认识不认识这张卡 马兰一抬头 心里顿时一震 这张卡如此特殊 她怎么会不认识 这跟从叶晨那儿偷出来的卡一模一样 这三个人果然是诈骗团伙的人 上午的时候 警察不是还告诉自己说 没找到线索吗 怎么现在就抓进来了三个同伙 这三个女人竟然知道自己 八成是来找自己算账的 有可能就是自己害得他们入狱 这下可完了 他们不会一生气把自己弄死吧 自己明明都快可以被放出去了 要是这个时候被人弄死 岂不是太惨了 于是她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说道 真的不认识这张银行卡 你们认错人了吧 认错 你他妈逗我玩呢 刀把女一把攥住马兰的头发 顺手一个耳光扇在了她脸上 说道 你知道我们三个人为什么会进来吗 就是因为你这个女人 也来了警察 害得我们三个人被抓 我告诉你 我们三个人很有可能会判无奇徒刑 这都是你害的 马兰痛呼一声 哭喊着说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其实我也是受害者 我也不知道那张卡背后有这么多事啊 刀把女看着她 对身边两人怒喝道 妈的 给我狠狠地打 先把她打个半死 反正她也要在里面 关个十几二十年 以后咱们每天都打她两顿解解气 什么时候打死 什么时候算完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472章 你被释放了 另外两个女人一听这话 立刻冲上前来 三个人一起对着 马兰一阵拳打脚踢 那拳头和大脚 仿佛不要钱似的 疯狂向马兰身上招呼 打得马兰嗷嗷 不停地叫唤 其实 这三个人 就是陈泽凯派过来 教训教训马兰的 为的就是 让马兰深信不疑地 认为她自己惹上了一个 天大的麻烦 这样 等她被放出去之后 她也就不敢 跟夜晨嘚瑟了 此时 马兰被打的 在地上来回翻滚 惨叫声和求饶声 不绝于耳 其他人 原本还在跑步 听到这惨叫声 便停在原地 远远愣愣地看着 一个个 皆是震惊不已 张贵芬 虽然也打了马兰 但也没有这三人 这么狠 直接就跟王死李 打差不多了 可见 这三人 一定不是什么普通人 哎呦 太惨了 太惨了 张贵芬 不由感叹 这马兰 可真是 破骨万人垂啊 我都有点 同情她了 而萧老太太 看到马兰 被打得这么惨 顿时在一旁 开怀大笑 大声笑道 真好 打死这个破腹 狠狠打 打到他那 张破嘴 说不了话 萧薇薇也是 用力鼓掌 笑道 打 用力打 往他脸上抽 把他那张破脸抽烂 此时 那刀疤女看马兰 也被打得差不多了 才开口道 行了 留他一条狗命 不然万一 现在就把他打死了 往后这二十年 打拿什么出气呢 那两人 这才停了手 马兰鼻情连肿 倒在地上 不停地惨呼 感觉自己现在 就只剩下一口气了 刀疤女 走到他面前 冷声说道 我告诉你 你的好日子 还早着呢 这就是你首见的下场 等着吧 我会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马兰吓得 嗷呜一声 放声大哭 夜晨那张黑卡 给自己带来的磨难 简直比唐僧取经的 九九八十一男 还要悲惨 自己从偷了那张卡 开始到现在 除了挨揍 就是挨揍 挨完揍了 还要挨饿 挨完饿了 还要挨动 挨完动了 还要挨冷水焦 挨完冷水焦 还要在厕所睡觉 这简直就是 一幕人间悲剧啊 刀八女见马兰 趴在地上哭个不停 直接踹了她一脚 冷哼道 再哭 再哭就把你的牙 全掰下来 马兰立刻闭上了嘴巴 半句话和半点声音 都不敢发出来 她已经丢了两颗门牙 和一颗厚槽牙 这个时候 如果再被掰断 全嘴的牙 那自己后半生 可怎么活啊 那刀八女 见她不敢再作声 这才冷冷笑道 行了 赶紧给我滚吧 马兰如是重负 虽然被打的战斗 站不起来 但还是抢撑着 用手往远出爬 想尽力远离 这三个女人 等马兰挨完打了 那三个女人 也转身走了 这时候两名狱警 忽然出现 招呼张贵分过来 把马兰架回了牢房 张贵分虽然很讨厌马兰 但是眼看马兰 被打成这个样子 心里竟然也有了 一丝侧隐之心 于是身强力壮的她 便一个人马兰 搀扶起来 带着她往牢房走 其他人则跟在后面 各怀心思 有人同情她 有人看好戏 有人则心有余悸 马兰被架着 回到牢房的时候 叶晨在家接到了 陈泽凯打来的电话 电话里 陈泽凯说 少爷 我已经派人 去教训过马兰了 相信她出来之后 绝对不敢 跟您多说一个字 叶晨淡淡道 嗯 你做得不错 陈泽凯说 少爷 请恕我斗胆 我是觉得 您这个丈母娘 做事太过分了 她偷了您这么多钱 其实不如 就直接交给法律去办 至少判她一个死还 何必把她放出来呢 叶晨苦笑一声 你不懂 我这个丈母娘 是一张门票 陈泽凯急忙追问 门票 少爷您说的这个 是什么意思 叶晨也没法 直接告诉她 丈母娘马兰 其实是自己 通向老破床的门票 于是 她便淡淡地说 行了 你不要问那么多了 去安排安排吧 差不多该放人了 好 陈泽凯立刻点头道 我这就去安排 此时此刻 马兰正躺在自己的小床上 哀嚎不已 这是她竟看守所以来 第一次能够在床上躺着 也多亏了 张贵芬可怜她 觉得她破骨万人 垂实在太惨了 所以把她掺回来之后 就直接把她 放在了她的床上 萧老太太 这时候走进屋里 看着床上的马兰 冷笑着说 哎呦马兰 你这得罪的人 可真不少啊 怎么谁都想揍你两顿呢 我看你以后这日子 可真是好过不了了 马兰此时内心 也快崩溃了 她甚至在想 那些警察 是不是不准备 放自己出去了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那自己往后 可就太惨了 在牢房里要挨打 出了牢房还要挨打 这一天得挨多少 顿打才行 萧薇薇也在一旁 附和道 奶奶 我看这个贱女人 可能活不了十几二十年了 照这个打法 估计再过个两三月 她不就得被打死了 萧老太太 哈哈大笑道 哎呀 活该 真的是活该呀 说完 她坐到马兰的面前 看着鼻青脸肿的马兰 激动的说 哈哈 马兰 你可能做梦都没想到 你也会有今天吧 现在可好了 你以后就在这监狱里面 好好的受苦受难吧 我跟薇薇过几天出去之后 要到汤臣一品 享清福了 马兰委屈不已的说 就算你要去汤臣一品住 也没必要咒我死吧 我好歹也是萧家的儿媳妇 是你儿子的老婆 你孙女的妈妈 你怎么能这么狠心啊 萧老太太冷笑道 对你 我当然狠心了 再说 我可从来没把你 当成我萧家的媳妇 就你这种垃圾 怎么配当我们萧家的媳妇呢 等我搬到汤臣一品之后 就让我儿子换个儿媳妇 到时候我们一家人 其乐融融 那真的是天伦之乐 你就等着在这监狱里 发霉发臭吧 马兰一听这话 都快要气炸了 怎么 你还要让萧长坤换老婆 跟你们享天伦之乐 你这遭老太婆 简直是白日做梦 你等着吧 老娘一定会出去的 到那个时候 看老娘怎么反过来 看你笑话 马兰心里正恶狠狠地想着 玉警忽然打开门来 开口道 马兰你已经被释放了 跟我出来收拾一下东西 办个手续 就可以让你家人来接你回去了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473章 老娘终于要出去了 这一席话 让整个牢房里的人都目瞪口呆 萧老太太和萧薇薇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凭什么 不是说马兰犯了诈骗罪吗 不是说他至少要被关个十年二十年 甚至更长吗 凭什么现在就把他放了 现在就把他放了 那自己过十几天出去之后 还怎么去住 汤臣衣品啊 萧老太太一下子慌了神 而这个时候 原本看着已经死了半截的马兰 一听这话 顿时兴奋地直接从床上跳了起来 刚才被暴打一顿的疼痛 已经完全感觉不到了 仿佛在这一瞬间 就被这一句话赶到了九霄云外 谢天谢地 自己终于可以出去了 马兰兴奋地 手舞足蹈地欢呼起来 哈哈 太好了 老娘终于要放出去了 哈哈哈哈 太好了太好了 真的是太好了 老娘要回去 祝老娘的汤臣衣品了 说完 他立刻看向萧老太太 冷声骂道 哈哈哈哈 糟老太婆 你做梦也没想到 老娘要被放出去了 吧 哈哈哈哈 还有萧薇薇 你们这两个穷逼 就好好在牢里待着吧 好好珍惜你们 在牢里的日子 一旦你们被放出去 你们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 到时候可就要沦落街头了 就你们俩这样的穷逼 还想住老娘的汤臣衣品 我呸 等你放出去之后 去扒开你们家的祖坟 看看你们八位祖宗 有谁配得上住汤臣衣品 更别说你们两个穷光大了 萧老太太气得浑身发抖 她此时此刻恨不得把马兰生撕火拨了 她甚至后悔之前没有怂恿张贵分 直接把马兰打死 现在这个贱女人忽然之间就要被放出去了 这简直是老天不长眼 萧薇薇气急败坏的开口骂道 你这个泼妇别高兴得太早 指不定是法院要开庭审理你了 审完你就判你个无奇徒刑 这辈子也别想出去了 马兰顿时破口大骂 叫道 放你妈的屁 老娘已经洗刷冤屈 要被放出去了 要重获自由了 你们这几个没家的流浪汉 还是赶紧自求多福吧 说完 马兰又看向张贵分 咬牙切齿地骂道 张贵分你这个农村来得丑肥猪 竟然还敢打老娘 还敢让老娘跪在地上填舟 我告诉你 你给我等着 等你放出去 老娘找人打死 你个王八蛋 你不是最孝顺的吗 你等着 等我打听到你妈埋在呢 我把你妈的坟扒开 把她鼓挥扬了 张贵分气得浑身直哆嗦 当场就要跟她拼命 正要动手 便听玉井在身后呵斥一声 马兰 你到底走不走了 马兰急忙说道 走走走 这就走 我一分钟都不想待在这里 玉井冷声说道 那就赶紧收拾东西 因为有玉井在 其他人想打马兰 可是又不敢动手 只能恨得牙痒痒 张贵分心里最恨 因为他最恨别人 辱骂他的妈妈 这马兰竟然还敢说 要把自己妈妈的骨挥扬了 简直就是罪该万死 马兰此时完全是有恃无恐 一边收拾着自己的东西 一边冷声对周围的人说道 对了 还有你们几个打过我的 一个都别想跑 我告诉你们 我在外面势力大得很 从今天开始 我出去就等着你们 出来一个我打一个 让你们再欺负我 马兰一个一个数落过去 把牢房里所有人都说得脸色铁青 气愤不已 骂完这些人 马兰才算是出了一口气 这时候他的东西也收拾完了 正准备跟着玉井一起离开 忽然感觉有一股尿意袭来 他自言自语的 嘀咕道 妈的怎么这个时候有泡尿 说着他又低声道 不行 这牢房里实在太晦气了 从这里带出去的尿 一定也特别晦气 一定得撒完了再走 想到这 他冷笑着看着 萧老太太和张贵分 鄙夷的说 老娘正好有一泡尿 就留给你们这帮穷逼吧 说完马兰哼着歌 扭着腰 走进了厕所 外面一群人鸭犬无声 全都被马兰气得直喘粗气 萧老太太捂着胸口 一副被气得被过气的样子 开口道 气死我了 真是气死我了 一定是我那个不孝的儿子 来保释他了 张贵分接口问道 你儿子保释他 不保释你 这不是王八蛋是什么 萧老太太哭诉道 我那个儿子也是个窝囊废 被这个婆妇管得死死的 他们就是不想让我活啊 就是想方设法的折腾我这个老太婆 说完 萧老太太又故意挑拨离间 对张贵分说道 贵分啊 这个女人非常的歹毒 她说要把你妈的坟 我觉得她肯定会干出这样的事情 你可要节哀顺便啊 张贵分一听这话 顿时感觉一股气血直冲头顶 弄得她浑身都在颤抖 她咬紧牙关 直接站起身来 便立刻冲进了厕所 这是自己教训马兰的最后机会 如果不抓住的话 那这个贱女人可就真的走了 萧老太太一见她 怒不可遏地冲进卫生间 也是立刻颤颤巍巍地跟了进去 小微微以及其他几个被马兰骂了一顿的人 也都立刻跟了进来 马兰正解手到一半 突然听到厕所门烹的一声被踢开 接着迎面便是张贵分的一只大脚 一脚把她踹的一屁股坐在了便池里 她双腿卡在便池边缘 整个屁股都陷了进去 疼得钻心 而且卡住之后根本站不起来 张贵分一想到马兰要扒了自己妈妈的份 还要扬了妈妈的骨灰 顿时恨得呲牙咧嘴 对其他人说 都给我狠狠打 打死她 让她这个臭娘们在装逼 一群人顿时劈头盖脸 就往马兰头上身上打 马兰措手不及 一边嗷嗷大叫 一边举着手 努力想阻挡对方的拳头合脚 却根本就是徒劳无功 而这时 萧薇薇眼里却闪过一丝寒光 她早就想打马兰了 只是一直没有什么机会 眼看前面众人都在往马兰上半身招呼 而马兰两条腿翘得老高 萧薇薇顿时上前 一把按住马兰一条腿 然后对萧老太太识眼色 道奶奶 咱干脆把这个贱女的腿给她砸断 不然可就再也没机会了 好 萧老太太咬牙点了点头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474章 腿断了 萧老太太眼看自己 将来祝唐晨衣品的美梦再次破碎 心里恨死了马兰 而且刚才马兰竟然敢在自己面前 那么嚣张 说话也那么过分 更是让老太太心里怨恨不已 对萧老太太来说 她最不愿看到的就是马兰脱离苦海 可是现在马兰竟然要被放走了 如果马兰被放出去 那这就是最后一个教训她的机会 一旦错过 那将来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于是老太太也不顾自己年老体衰 抬起腿来 狠狠的一脚踩在了马兰的膝盖上 咔嚓一声 马兰顿时发出一声惨烈的尖叫 她感觉到自己的腿部传来剧烈的疼痛 一定是腿断了 萧老太太一急得逞 正激动着 可没想到身体动作幅度太大 一个没站稳 直接滑倒在了地上 这一摔 直接摔到了她的尾椎骨 疼得她顿时挨忧挨忧的不停痛叫 但马兰明显更惨 她眼看自己的右腿膝盖 往反方向折了一个弧度 疼得钻心 嘴里只能不停地惨叫道 啊 我的腿 我的腿断了 玉井听到里面的动静 在外面大喊一声 怎么回事 你们在里边儿干什么呢 众人听到这话 才急忙停了下来 纷纷站到一边 张贵芬看了一眼 才故意笑道 肯这个泼妇很是坏的糖水 眼看就要出去了 竟然还想踹老太太 没想到把腿给摔断了 真是活该 说完 她急忙搀扶着 萧老太太 出了厕所 马兰大声哭嚎道 玉井 快来救救我 我的腿断了 玉井此时 已经来到厕所门口 一进来 便看到了马兰的惨状 皱眉问众人道 你们搞什么 张贵芬站了出来 开口道 不知道 刚才老太太 进来上厕所 她非要踹人家 结果自己脚下一滑 摔成这样了 萧老太太 也忍着痛苦 接口道 这个畜生 踹到我了 我的尾椎骨 都摔坏了 疼死我了 马兰大声哭喊道 你们放屁 就是你们这些 王八蛋打的我 把我的腿 打断了 张贵芬冷笑一声 说道 你有啥证据 我们这二十几个人 可都看见你 要踹老太太了 你还想狡辩不成 马兰指着众人 哭喊道 就是你们打的 是你们集体 把我的腿打断的 预警不由的 皱了皱眉 一个正常人 不可能平白无故的 去了趟厕所 腿就断了 所以马兰腿断了 明显是牢房里 这些人打的 但如果 要是单独某个人动手 他还能处理 要是全体出手 那就真是一点 办法都没有了 首先是不可能 全员都处理 其次 要让这些人供出 到底是谁打的 那可能会很麻烦 需要不停的隔离 把这些人 一个一个的带出来 隔开审讯 想到这里 他便开口道 行了马兰 再这么闹下去 你今天可走不了了 如果 又要调查处理的话 那至少还要再等 很长时间 马兰哭着说 那总不能让他们 白把我的腿打断了吧 预警淡淡道 你要是想去告发 他们也可以 我这边走正常流程 让警察过来审讯 不过那样的话 你可能也需要 到警局去一趟 得给你录口供 而且我说句实话 你一个人 他们二十几个人 你说的话 他们未必承认 如果他们到时候 反咬你一口 硬说是你伤了老太太 那你可就是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了 马兰一听这话 顿时绝望起来 他也知道 这帮女犯人 都不是什么好人 而且他们在张贵芬的领导下 都非常的团结 更何况自己已经惹了重怒 如果自己把这件事情 闹到警察那里 那结果很有可能是他们 一起反咬自己一口 那样的话 自己反而更麻烦 与其这样 还不如赶紧出去 越早出去越好 想到这里 马兰便只能 兴兴地点了点头 说我要出去 我现在就要出去 狱警点了点头 搀扶着马兰 从卫生间里走了出来 然后带着他离开牢房 离开牢房那一刻 马兰转回头 对萧老太太说 死老太婆 你给我等着 早晚我把你两条腿 都给你打断 萧老太太冷声道 你这个贱女人 早晚不得好死啊你 马兰没理会 老太太又看向张贵芬 立声说道 张贵芬 你这个狗女人 给我等着吧 你妈妈的坟 肯定是保不住了 张贵芬怒吓一声 你敢 我非杀了你不可 马兰在狱警的搀扶下 一拳一拐地往外走 回头骂道 你看我敢不敢 你等着吧 等你出来的时候 去你妈坟里看一看 看看你妈的骨灰 有没有被我扬了 说完 她头也不回的 跟着狱警走出了 看守所的牢房 马兰来到 看守所的办公区 狱警把她进了 一间办公室 这间办公室里 已经坐着两个警员 正是负责她 这件案子的那两个人 两个警员一见她 被狱警掺着 一跳一跳地进来 顿时目瞪口呆 那狱警对两人说道 她刚才在卫生间里 跟同牢房的狱友 起了冲突 腿上受了点伤 马兰愤怒地说 受了点伤 我的腿都断了好不好 你没看见吗 狱警冷声质问 刚才跟你说的 你都当耳旁疯了是吧 要不要现在 把所有人都叫出来 然后把你们 调到公安局 去好好审一遍 我告诉你 不审你个三五天 你都别想出来 其中一名警员 开口说道 行了马兰 你现在能回家 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至于腿上的伤 可以等出去之后 再去医院治疗 养她个三五个月 就好了 马兰只好兴兴地点点头 问道 警员同志 什么时候 才能放我出去 那警员道 我们之前 交代你的事情 你都记清楚了吗 马兰急忙说 您放心 我都记清楚了 整件事情 我出去之后 打死也不会 跟任何人 说任何一个字 马兰下午 放风的时候 被那三个凶悍的女人 打了一顿 威胁一通 早就吓破了胆 也深刻地意识到 这件事情背后 有着巨大的威胁 所以她现在躲之不及 又哪敢再提 那警员 这才满意 把马兰的手机 还给她 说道 行了 现在就给你女婿打电话 让你女婿来接你吧 龙婿 叶公子 第四百七十五章 快来接我 马兰接过 自己的手机之后 立刻迫不及待地开机 自打进来之后 她就没能再摸过手机 也没能跟自己的老公 和女儿联系 现在忽然拿回手机 马兰心里 一下子涌上了 一阵强烈的委屈 自己的老公和女儿 肯定不知道 自己这两天 遭受了如此多的 非人折磨 但是这种事情 自己偏偏 就没法跟他们说 因为一旦 自己说出一个字 都有可能 招来杀身之祸 或者有可能被警察 重新抓回来 关进牢里 手机开机之后 马兰的微信 能收到无数条信息推送 她点开一看 基本上每一条信息 都来自于自己的女儿 萧出燃 看到女儿 一直在担心自己 不停地给自己 发各种信息 马兰的心里 有了很强的安慰 可是她不禁又想到一件事情 为什么自己的老公 没有给自己 发过一条微信 自己失踪了两天 难道她就一点都不担心吗 想到这里 马兰心里 颇为不满 心中不由暗存 没想到 萧长坤这个老东西 竟然这么薄情 自己失踪这么久 她连一条微信 都没有 之后一定要 好好跟她算账 这时候 那名警员开口道 不要再那玩微信了 赶紧给你女婿打电话 马兰急忙问道 警员同志 我能不能不让我女婿来接我 我现在想起这个人 我就烦得要死 恨得我牙痒痒 我能不能让我女儿来接我 那警员一排桌子 冷声喝道 我们之所以 让你找你女婿来接你 是因为我们想确认一下 那些犯罪分子现在有没有盯上你女婿 不然的话 如果贸然把你放回去 你很有可能也会被人盯上 搞不好今天晚上就被人杀了 那样的话 你可不要怪我没提醒你 马兰一听这话 顿时吓得肝而颤 急忙说的 那行 我现在就给我女婿打电话 警察同志 麻烦您一定要看清楚 犯罪分子到底有没有盯上他 那警员这才点了点头 冷声道 你放心吧 只要你按我们说的做 我们自然会调查清楚的 马兰松了口气 道 那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那警员又问他 知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他说 知道知道 马兰强忍着腿上的疼痛 老老实实道 我就跟他说 我被传销组织给骗了 然后被警察抓了进来 现在洗脱冤屈 终于能回家了 那警员恩了一声 摆摆手道 行了 赶紧打电话吧 此时此刻 夜晨正在家里 等着马兰的电话 忽然放在桌子上的手机 响了起来 他急忙拿起手机 发现打电话来的 确实就是自己的丈母娘 于是便按下了接听键 妈 你在哪呢 这两天我们找你都快找疯了 夜晨一开口便演起了戏 马兰心里恨疯了他 但是又不好直接说出来 只能冷声说道 我现在就在是看守所 你快点开车来接我 夜晨说 妈 家里的车都被开走了 要不我打车去接你吧 马兰愤怒地问道 两辆车都被开走了吗 夜晨恩了一声 说 出人去公司了 爸去聚会了 聚会 马兰只问道 那个该死的肖长坤 现在还有心情聚会 他去跟谁聚会了 夜晨说 跟一些老同学吧 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 要不我给他打个电话 马兰气恼地说 你先来接我 我现在受伤了 必须要去医院 夜晨问道 妈 你受什么伤了 要不要紧啊 马兰怒道 我的腿断了 你哪那么多废话 赶紧给我滚过来 夜晨便道 好 那我现在就过去 挂了电话 夜晨立刻出门 拦了一辆出租车 前往金陵看守所 去看守所的路上 他给萧初然 打了一个电话 对他说 老婆 妈给我打电话了 我现在正在去接她 萧初然一听这话 激动地脱口问道 真的吗 妈给你打电话了吗 她在哪 她还好吗 夜晨说 妈说 她在金陵看守所 至于原因 我问她 她说是因为前两天 被人骗进了传销 然后又被警察给抓了 所以就关了进去 这是刚刚洗脱了嫌疑 才被放出来 萧初然恍然大悟 自己当初就怀疑 妈妈是被传销给骗走了 但没想到 竟然是被警察给抓了 看来等妈回家之后 一定要好好跟她说一说 以后再也不要 在外面相信那些 能让她一夜暴富的人 想到这里 她急忙道 那我现在也过去吧 咱们再看守所见 夜晨忙道 老婆 你就别过来了 妈在电话里 跟我说 她受伤了 我接了她之后 就立刻送她去医院 到时候 你去医院见吧 萧初然紧张地问 怎么回事 妈哪里受伤了 严重吗 夜晨说 妈在电话里 说是腿断了 不过具体严重不严重 我也不知道 还得医生看了才知道 萧初然一下子就哭出声来 说 那你接了妈之后 直接来人民医院的急诊部 我现在就往内赶 夜晨来到看守所 见到马兰的时候 马兰已经被折磨得没有人样了 她鼻情脸肿 浑身是伤 门牙也掉了两颗 头发更是被人扯得稀巴烂 有几块都露了头皮 看来是被人薅得太狠 头发都被薅掉了 而且马兰近来这两天 几乎等于是没吃没喝 所以整个人都有两个头像 本来挺富态的 现在已经有些惨不忍睹了 更惨的是马兰的右腿 此时已经从膝盖处断裂 只能以这个诡异的角度锤着 看来确实被折磨得挺惨 夜晨故意惊讶地问 妈 你这是怎么了 怎么受了这么多伤 要你管 马兰咬牙切齿地说 还不赶紧带我去医院 夜晨耸了耸肩膀 说行 出租车在外面等着呢 这就送您去医院 那警员看着马兰 冷声道 马兰 刚才怎么跟你说的 你要是还这个态度 那干脆别出去了 在里面待着吧 马兰一听这话 顿时吓得魂飞魄散 脱口对夜晨说 挨压我的好女婿 刚才都是妈不好 妈不该跟你吼 那警员盯着马兰 警告道 别忘了我跟你说过的 我们只是暂时放你出去 但我们会时刻盯着你的 懂吗 龙婿 夜公子 第476章 噩梦降临 见了夜晨 马兰的心里已经恨意滔天 虽然他已经相信了警察的说法 认为夜晨也是那些跨国犯罪分子眼里的一个利用工具 吴氏存心留着一张造假的银行卡 但是自己这一切劫难 毕竟是从他那张卡开始的 如果不是他那张卡 自己也就不会受这些委屈 所以心里自然是把夜晨当成了最大的罪魁祸首 正因为如此 他现在见了夜晨 自然不可能给他任何好脸色看 但是忽然被警员吼了这么一句 还是把他吓了一跳 一想到将来自己可能时刻会被警察盯着 马兰就觉得浑身难受无比 可是他也没有什么办法 谁让自己卷入了这样一场巨大的漩涡之中 于是他只能强忍住内心深处对夜晨的恨意 老实了下来 那警员见他老实了 便对夜晨说道 你就是他的女婿吧 夜晨点了点头 说我是 那警员便道 行 那你过来跟我签一个文件 证明你已经把人领走了 夜晨便跟着那名警员去签了一份文件 然后才问他 现在可以走了吗 那竟然点了点头说 可以了 你们走吧 于是夜晨便对丈母娘说 妈 咱们可以走了 我送你去医院 马兰气得咬牙切齿 却不敢说什么狠话 只能在警员面前演戏道 哎呀 我的好女婿 你颤我一把 不然我这腿可走不动 夜晨便走到他身边 强忍着他身上的臭气 将他搀扶起来 马兰的右腿 剧痛无比 稍微动一动 就疼得钻心 但是现在的马兰 已经不是以前的马兰了 以前的马兰 没吃过什么亏 也没受什么罪 更没挨过 什么皮肉上的欺负 但是现在的马兰 经过这两天的密集挨揍 已经有了相当强的忍耐能力 在他看来 断腿着点痛 跟在看守所里的那种痛苦 与折磨比起来 简直就是毛毛雨 他不由地想起政治化那首歌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只要能够摆脱看守所这个噩梦 就算是断两条腿 只要能出去也值了 夜晨搀扶着丈母娘出了看守所 门口一辆破旧的捷达出租车 一直等在这里 是他来时打的车 于是他便对马兰说 妈 咱们上车吧 马兰一见这辆破出租车 便无比郁闷 自己受了这么多罪 好不容易才放出来 说什么也得来辆好车 接自己回去才像话吧 怎么着也得把自己丈夫 那辆宝马 五百三十开过来啊 结果呢 宝马没见着 竟然还让自己 做这种破出租 马兰心里 无比愤怒 想骂肖长坤 更想骂夜晨 可是最难受的就是 他虽然心里非常愤怒 但是又不能跟夜晨发飙 他不敢因为银行卡的事情 跟夜晨发飙 也不能因为出租车的事情 跟夜晨发飙 只能把愤怒憋在心底 难受的几乎快要爆炸 随后马兰郁闷不已的 在夜晨的搀扶下 坐进了破旧的出租车里 上车之后 夜晨并对出租车司机说道 师父你好 去人民医院急诊步 那司机急忙开动出租车 前往人民医院 坐在副驾驶上的夜晨 开口对马兰说道 妈 我已经给初然打过电话了 他现在已经赶去人民医院那边 待会就先带你把腿看了 马兰恨恨的冷哼一声 随后愤怒的拔脸扭向窗外 嘴里阴阳怪气的说 要你这样的女婿 真的是屁用都没有 只会给我惹麻烦 夜晨故意问 妈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什么时候又给你惹麻烦了 马兰通过后视镜 瞪了他一眼 冷声道 别问 自己去想 问我也不会说 马兰已经被警方警告了好多次 现在说什么也不敢 对夜晨直接发飙 只能用这种隐晦的方式发火 夜晨自然知道 自己这个奇葩丈母娘 心里到底怎么想的 于是她故意道 不好意思吗 我确实想不到 我给你惹了什么麻烦 马兰气得胸口起伏不断 好几次怒骂夜晨的话 已经到了嘴边 但是最后又只能忍了回去 那种感觉 如耿在喉 于是她只能暂时 不去想这件事 强迫自己 把话题引到肖长坤身上 开口之问道 你爸 他到底跟谁聚会去了 什么时候去的 夜晨说 上午去的 但到底有谁 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没问她 夜晨心里很清楚 如果自己的丈母娘知道 自己的老丈人 去跟初恋情人 以及他们的同学 一起聚会了 此时一定会气得 把这辆出租车都给砸了 所以她干脆就装傻 让她到时候 直接去问老丈人 自己可不想趟 他们三个人之间的浑水 马兰心里火大 嘴里骂道 前段时间 不是才刚聚过吗 怎么又聚 看来我被关进 看守所的这两天 她日子过得很潇洒啊 说着 马兰立刻掏出手机 便给肖长坤打了过去 此时此刻 肖长坤正在辉煌会所 与韩美情 以及一帮老同学 玩得一片火热 而肖长坤本人 也是心情大好 因为包括 谢文如在内的老同学 没有一个人 再敢讥讽她 于伯看在 叶晨的面子 亲自为肖长坤 以及她的 这一干同学服务 这面子在金陵 那可真是少有 所以肖长坤的那些 老同学们 对她都不由地 刮目相看 大家在会所里 吃了一顿 丰盛无比的午饭 因为大家 还都在兴头上 于是韩美情 便直接在 辉煌会所里 要了一个包厢 大家开始唱歌 辉煌会所的 KTV环境 可以说是 整个金陵最好的 几十个老同学 坐在里面 也不显拥挤 反而还十分宽厕 里面的装修 自然是豪华无比 各种设施 既先进 又舒适 不过唯一不好的 就是聚会的人太多了 大家一口气 点了很多歌 所以唱歌需要 排很长时间的队 肖长坤专门点了一首 知心爱人 半个多小时 才终于等到了 自己这首歌 于是 他便拿起麦克风 然后又将另外一支麦克风 递给了韩美情 殷勤地说道 美情 这首歌我们 一起来唱吧 知心爱人 本来就是 一首对唱的情歌 而且在老一辈人眼里 这首歌 还是非常出名的 而且 唱这首歌的两个歌手 现实生活中 也是一对夫妻 所以就更给这首歌 增添了几分甜蜜的滋味 老同学们一看 肖长坤点了这首歌 而且还专门邀请 韩美情跟他一起唱 不由得都起哄起来 有人说 挨压长坤 你故意点 这么一首歌 邀请我们的 韩大美女一起唱 你这是什么居心呀 还有人说 嗨 他这点心思 你还想不明白吗 肯定是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了 更有人巴结 肖长坤道 哎呀 人家长坤跟美情 本来就应该是两口子 二十多年没见了 一起唱这么一首歌 那真的是 恰到好处啊 肖长坤听到这话 乐得完全合不拢嘴 此时的他 完全想不到 自己的噩梦 马上就要降临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四百七十七章 给我滚过来 韩美情此时 虽然有些脸红 但还是大大方方的 接过了麦克风 笑着说 同学们不要误会 不就是一起唱首歌吗 如果有别人 愿意跟我一起唱的话 我也没有意见啊 谢文如心里 有些不爽 他觉得你肖长坤 怎么说 也是一个结了婚的人 怎么能公然邀请 自己的女神 唱这种对唱情歌呢 可是他一想到 肖长坤的女婿 竟然能让于伯如此重视 这种话到了嘴边 就又重新咽了回去 肖长坤脸上 一直挂着兴奋的微笑 总是忍不住 偷偷看向韩美情 内心深处 已经是心潮澎湃 韩美情不小心 撇到了肖长坤 见他眼神中 毫不掩饰对自己的痴迷 不由的有些脸红 这个时候 歌曲的前奏 已经响了起来 韩美情便拿着麦克风 专注地盯着屏幕 前奏刚过 韩美情便率先 唱起了女声的部分 让我的爱伴着你 直到永远 你有没有感觉到 我为你担心 韩美情唱歌的声音 非常好听 对这些老男人来说 如同天籁之音一般 让他们迷醉不已 肖长坤更是听得 浑身起鸡皮疙瘩 他感觉 韩美情的声音 即便是跟专业的歌手 比起来 也不慌多让 同学们也是一片 掌声雷动 韩美情此时 已经唱完了 自己的女声部分 紧接着便该 肖长坤 唱他的那一部分了 就在肖长坤 拿起麦克风 深情地准备演唱时 他放在KTV茶几上的手机 忽然震了起来 他下意识地低头一看 顿时被手机屏幕上的那两个字 吓得浑身一哆嗦 手机上来电显示的那个人名 是老婆 搞什么鬼 肖长坤的情绪瞬间崩溃 马兰失踪了两天两夜 手机一直关机打不通 为什么现在会给自己打电话 难道 难道这个母夜叉回来了 下一秒 肖长坤便在心里肯定了自己的猜测 马兰的手机 前两天据说一直都是关机状态 现在忽然给自己打电话 那一定是回来了 肖长坤顿时慌乱不已 马兰回来了 这可怎么办 自己的好日子岂不是就要到头了 此时手机还在桌面震个不停 而自己应该唱的那一部分 早就已经过了 同学们一阵起哄 说 肖长坤 你是不是跟美琴唱歌太紧张了 该你唱了你不知道 韩美琴也不由地问道 肖长坤 你那一部分你怎么不唱呢 肖长坤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 又看了看手机 他知道以马兰的性格 如果自己不接他的电话 那他肯定会发飙的 于是他便慌乱地说道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先接个电话 一会回来重唱 说完 他便急忙拿起手机 快速地出了包厢 谢文如一见如此 立刻拿起了他留下的麦克风 笑着说道 来美琴 我陪你唱 肖长坤拿着手机出了包厢大门 这才急忙按下了接听键 电话刚一接通 马兰娜标志性的怒吼便传了过来 肖长坤 你要死 老娘失踪了两天两夜 你一个电话 一条微信都没有 竟然还他妈的去参加聚会 肖长坤一听到这话 心里顿时咯噔一声 原本还热情无比的心 瞬间变得挖梁无比 完了 这个臭娘们真的回来了 老天爷对自己也太不公平了吧 自己的好日子才刚过了两天 才刚刚开始跟韩美琴一起聚会唱歌而已 还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发展 这个臭娘们就回来了 这不是要自己的命吗 他郁闷的几乎想死 电话那头的马兰 却愤怒的质问道 狗日的肖长坤 你哑巴了 怎么不说话了 肖长坤急忙解释道 哎呀 老婆 你别生气 你老婆你听我说 我这两天一直都在找你呀 不信的话 你可以问闺女 或者是问叶晨 为了找你 我跟叶晨都把整个精灵的麻将馆 全部找了一遍 马兰怒骂道 别跟我说 那没用的 我就想知道 你到底在跟谁聚会 我怎么听着 还有人唱歌 你是在KTV吗 好啊 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 我生死不明的时候 你竟然还有心情去唱歌 肖长坤解释道 跟一些老同学聚会 他们非喊我过来 马兰咬牙骂道 我告诉你肖长坤 老娘现在腿断了 正要去人民医院急诊部 你最好立刻给我滚过来 不然的话 我跟你没完 肖长坤大惊失色 这种时候 哪还敢说不 急忙道 好的老婆 我现在就过来 说完 他便急忙挂断了电话 跑回了包厢里 此时自己的心上人 韩美晴 正在跟谢文如 对唱知心爱人 他不得吃醋 急忙对韩美晴说道 美晴 我有点重要的事情 要办 就先走了 韩美晴惊讶地问 怎么现在就要走啊 是出什么事了吗 也没出什么事 肖长坤善笑一声 说 就是家里打电话说 有点事 让我过去 我得先回去了 韩美晴点了点头 问 不要紧吧 要不要 我过去帮忙 肖长坤急忙摆了摆手 脱口道 不用不用 我自己去就可以了 韩美晴虽然有些遗憾 但还是非常善解人意地 点了点头说 那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记得给我打电话 好的 肖长坤点了点头 急忙又对其他人说 诸位诸位 我家里有点事先走了 大家吃 好喝 好玩好啊 众人不由道 长坤 这才刚开始唱 你怎么就走了 还没听你大展歌喉呢 肖长坤 只能硬着头皮说 这次真有事 下次 下次吧 谢文如心里 美滋滋的 说 挨压长坤 是不是马兰 给你打电话 催你回去啊 你这出来聚会 也不带着他 他肯定是生气了吧 肖长坤瞪了他一眼 冷声道 谢文如 有你什么事 怎么哪都有你呢 说完 他依依不舍的 看了韩美晴一眼 拗头出了包厢 一出包厢 肖长坤便气得直跺脚 这他妈叫什么事 这马兰怎么说回来 就这么快就回来了 怎么就不能跟前红艳学学呢 看看人家前红艳 自打消失到 现在一点音讯都没有 完全就是人间蒸发了一样 马兰要是能学学他 那该多好啊 肖长坤一路飞奔着 出了辉煌会所 急忙开着自己的宝马车 便往人民医院赶去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478章 到底跟谁聚会去了 同样在奔向人民医院的 还有满心担忧的萧初然 他听说妈妈的腿断了 内心真是无比焦急 还不知道妈妈这两天 到底发生了什么 马兰挂了电话 抱着自己的右腿 疼得冷汗如雨下 他一边哀悠哀悠的惨叫 一边气恼的催促司机 说你这破车还能不能行了 开这么慢 老娘都快疼死了 你知道吗 那出租车司机不紧不慢的说 城市开车是有限速的 要严格依照限速规定 超速了不但要扣分 而且对行人的安全 也会造成很大的威胁 威胁你妈 马兰正一肚子火呢 听她这么说 顿时恼怒的骂道 再开快点 疼死我了 你能多挣钱还是咋的 你这么耽误事 万一让我落下残疾 老娘这辈子可跟你没完 那司机无奈的说 我这车已经开得够快了 你要是嫌我开得慢 那你下去换辆车得了 马兰想也不想 脱口便道 你这是什么态度 信不信我投诉你 信不信我今天就让你失业 那司机气愤的说 我可是遵守交通规则 以及规章制度开车的 你投诉我什么 你投诉我不愿意超诉吗 马兰咬牙骂道 老娘投诉你 非离老娘 对老娘性骚扰 那司机一下子气笑了 透过后视镜 看着他 比一的说 你瞅你长的那个样 瞅成啥了 你那两颗门牙 都光荣下岗了 就跟那个小品里的 宋丹丹似的 还有脸说 我性骚扰你 你别性骚扰我 我就烧高香了 马兰本身就憋了一肚子火 一听这司机竟然敢跟自己顶嘴 甚至还敢挖苦自己丑 顿时怒火中烧 冷声喝道 你叫什么名字 你哪个公司的 我现在就打电话投诉 你信不信 那司机一听这话 顿时也来了火气 直接把车靠边一停 不懈地说道 爱投诉就去投诉 你这单我还不拉了 赶紧给我滚下去 马兰怒骂道 让我下去 你算老几啊 赶紧给我开车 你听见没有 耽误了老娘之腿 老娘跟你拼命 司机直接把车熄火 冷笑道 不好意思 我的车坏了 走不了了 你要是不愿意下车 那你就在这里待着吧 马兰没想到对方 竟然一点都不买自己的账 正要继续发火 没想到那司机 直接推开车门 下去抽烟了 叶晨坐在副驾驶上 内心一阵好笑 自己这个账木娘 好像永远搞不清楚情况 现在是她自己的腿 断了需要尽快治疗 又不是人家出租车司机的腿断了 她跟人家出租车司机 装逼有什么意义呢 现在人家直接不开车了 耽误的不还是她自己吗 不过叶晨也懒得管她这些 于是便故意问道 妈咱们现在怎么办啊 不能一直在这耗着吧 马兰都快气炸了 可是现在自己断着腿 必须尽快赶到医院就诊 不然万一落下什么病根儿 以后残疾了可怎么办 于是她只能对叶晨说 你去再拦一辆车 叶晨点点头 下车走到路边等了一会儿 招手又拦了一辆出租车 随后她回到刚才的那辆车里 把断了腿的马兰搀扶了出来 马兰墙忍着腿上的疼痛 从车里钻出来 然后又强忍着疼痛 被叶晨送进了另一辆车里 眼看开车了 她还放下车窗 对那个正在路边抽烟的司机骂道 王八蛋 你今天避出车祸死在外面 那司机一听这话 气得大骂道 你这个丑祸肯定死在老子前面 马兰顿时怒不可遏 想探出头去接着骂 可是车已经开得远了 只能弃脑地作罢 一直没说话的叶晨 不由地在心中感叹 自己这个丈母娘 看来看守所里 没少受折磨 不然也不可能火大成这样 她不由地开始 同情起老丈人肖长坤 马兰要知道 这两天 她正忙着跟韩美晴约会 还不得把她脑僵子都打出来 出租车来到金陵人民医院急诊部 萧初然已经在这里等着了 一见马兰不但断了一条腿 而且还一副鼻青脸肿的凄惨样 就连门牙都掉了两颗 不由地眼眶一红 走上前来 哭着问道 妈 您怎么会受这么重的伤 马兰一见自己的女儿 顿时也是悲从心来 这两天受到的所有的委屈 在这一刻再也抑制不住 她抱住萧初然 大哭出声 我的好闺女 妈的命好苦啊 你都不知道吗 这两天可差点就死了 你差点就再也看不到妈了 说完 马兰的情绪顿时崩溃 嚎啕大哭起来 萧初然见到妈妈 受了这么多的委屈 心里自然也非常难受 她一边搀扶着妈妈 一边哭着问道 妈 你这两天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快跟我说说 马兰抹了一把眼泪 心里有一股冲动 想把一切事情原委 一字不落地说给自己的女儿听 可是话到嘴边 又全部被她咽了回去 她知道这种话 自己不能乱说 否则的话会惹来杀身之祸 或者是牢狱之灾 于是她只能撒谎道 哎 别提了 妈让一个搞传销的给骗了 那个人把我骗进了传销组织之后 就一个劲地打我 逼我拿钱出来买他们的产品 可是我哪有钱啊 他们就不停地打我 还不给我饭吃 我的门牙就是被他们打掉的 萧初然急忙问 妈 那你报警了没有啊 让警察去抓他们了 马兰哭着说 后来那个传销组织就都被警察一窝端了 连我也被警察抓进了看守所 结果没想到 我在看守所里又遇见了你奶奶和萧薇薇 他们两个人在看守所里合起火来欺负我呀 萧初然震惊不已地问 奶奶和薇薇 你怎么会跟他们关到一起了 马兰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我也不知道 我怎么就这么倒霉 竟然遇到了他们两个王八蛋 他们不让我睡觉 不让我吃东西 还往我身上泼凉水 你不知道 你妈这两天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那简直比地狱还要惨啊 萧初然一听如此 心疼得泪流不止 马兰发现了一阵 情绪刚有一点好转 忽然想到萧长坤 立刻质问道 初然 你跟我说实话 你爸到底跟谁聚会去了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479章 不如先把婚离了 萧初然心里很清楚 如果让妈妈知道 爸爸是去跟韩美晴 以及他们的那些老同学聚会了 一定会气个半死 这时候 他情绪本来就很激动 说什么也不能 再给他火上浇油 于是他便说到 应该就是和他那些老同学聚会了吧 具体我也不是太清楚 可能还是上次那些 不太对劲 马兰黑着脸说 他那些老同学 几年也聚不了一次 不可能短短的时间聚了一次 又聚了一次 这次一定是有什么不一样的契机 萧初然只能违心地撒谎道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马兰气得直咬牙 冷声道 这个老王八蛋 我在里面受那么大的苦 他竟然还有心思去跟别人聚会 真的是没心没肺 萧初然也只好帮爸爸说话 违心地说道 妈 你失踪的这两天 爸也挺着急的 今天也是实在推脱不掉 才去参加的聚会 我不信 马兰立声道 这个老王八蛋 前两天还说要跟我分居呢 这分居没分成 我就进去了 估计他不知道有多开心 萧初然忙道 妈 你别这么胡乱揣测吧 正说着 萧长坤开着他那辆宝马五百三十 赶到了医院 见到马兰这幅惨不忍睹的样子 萧长坤也是惊得目瞪口呆 他心里虽然已经对马兰 没有什么感情了 但是这么多年生活在马兰的淫威下面 以至于他的内心对马兰还 是很胆怯的 所以为什么马兰一通电话 他就赶紧反过来的根本原因 马兰见到萧长坤 顿时气得火冒三丈 原因无他 主要是萧长坤打扮的实在是太用心了 得体的西装 得体的领带 头发还梳得一丝不苟 一看就是精心打扮了很长时间 马兰不是傻子 他立刻就意识到 萧长坤今天这幅用心的打扮 绝对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为了那场聚会 这让他一下子变得无比警惕起来 他开始揣测 这场聚会到底有什么重要的元素 能让萧长坤破天荒的如此认真打扮 自打他跟自己结婚已来到现在 除了婚礼的那一天 自己好像就没见他打扮得这么精神过 萧长坤一到跟前便开口问道 跑哪儿去了 怎么弄成了这个样子 马兰冷眼瞪着他 脱口问道 姓萧的你跟我说实话 你到底在跟谁聚会 萧长坤表情有些不太自然 支支吾吾的说道 不就是以前我班上的那些同班同学吗 你都知道的 马兰质问 前些天不是刚去过吗 为什么又重新聚了一次 萧长坤说 上次不是才去了二十多个人吗 今天来的人多了一些 哦 马兰皱着眉头 厉声问道 萧长坤 我问你 韩美晴来了没有 萧长坤一下子慌乱起来 他没想到 马兰竟然能够一下子就问到了韩美晴 这女人的直觉也实在是有点太准了吧 不过他肯定是不敢跟马兰说任何关于韩美晴的事情 于是便撒谱道没有啊 他都走了二十多年了一直也没回来啊 马兰冷声问道 真没有 萧长坤急忙说 哎呀 真的没有 我骗你干什么 而且你现在关心这个是不是有点本末倒置了 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看看你的伤 你这腿是断了吧 马兰光顾着要弄清萧长坤的事情 甚至连自己已经受伤 断了腿都顾不上了 被萧长坤这么一提醒 才想起来自己的右腿一直钻心的疼痛 于是他急忙对萧初然说 好闺女快带妈去看看医生 千万不要让妈留下什么残疾 挂了急诊见了医生 在医生的要求下 拍完X光之后 萧初然便紧张地问道 医生 我妈的情况怎么样 马兰生怕自己会有个三长两短 也急忙问 是啊医生 检查结果怎么样 我不会成个瘸子吧 医生开口对马兰说道 从X光射片上来看 你的小腿骨粉碎性骨折 情况比较严重 不过好好养伤的话 应该不会瘸 我建议是先打个石膏 然后再住院观察半个月左右 这样才能保证万无一失 马兰一听自己不会变成瘸子 顿时松了一口气 可一听自己需要住院立马极了 啊 怎么还要住院呢 打完石膏之后 我回家静养行不行 一想到自己到现在都还没住上豪华的汤尘 一品大别墅 马兰心里就委屈得要命 经过这两天的非人折磨以后 他做梦都想回到大别墅里 躺在柔软的大床上 好好感受一下住在汤尘一品里的快乐 医生摇摇头道 打石膏的前半个月非常重要 这关乎到你整个的恢复情况 如果你回家的话 万一出什么问题 一个处理不及时 有可能是要落下病根儿了 一听这话 马兰脸上顿时涌起一阵失落 不过一旁的萧长坤心里却是一乐 马兰忽然回来 对他来说已经无法逆转 但如果能让马兰住院 那自己还能再松快几天 于是他便故意对马兰说道 老婆你听医生的安排 就在这里安心住院吧 这样也能避免以后留下病根 马兰皱眉看着萧长坤 质问道 怎么 你就这么不想让我回家 萧长坤急忙摆手 我可不是这个意思 马兰冷哼一声 想起什么又急忙问叶晨 你不是正好认识 那个神医施天奇吗 你马上给他打个电话 请他过来给我治腿 叶晨听着丈母娘 这种命令的语气 眉头顿时一皱 就马兰这种泼妇 还想让施天奇来给他治腿 叶晨心中冷笑 嘴上淡然道 施神医暂时不在金灵 他去燕京给人治病了 一听这话 马兰立刻说道 那我等他回来总行吧 叶晨说 他十天半个月 未必能回来 医生说 你今天怎么都得 先把石膏打了 马兰立刻说道 好 那就先打石膏 打完我回家静养 萧长坤 见马兰如此坚持 便知道想让他住院 已经不可能 心里不由暗存 韩美晴回来的消息 瞒得了他一时 可瞒不了他一事 如果等他知道 韩美晴回来之后 再跟他提离婚的事情 那他肯定不会答应 既然如此 不如晚上回去 就找个机会 先跟他提离婚 最好是能让他痛痛快快的 先把婚离了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四百八十章 吴家父子进步了 马兰在人民医院 上了石膏之后 便被萧长坤 开车带回家静养 一路上 马兰都在不停地 数落身边的萧长坤 同时也在旁敲侧击 想要弄清楚 他今天聚会 为什么把自己打扮得 这么光鲜 不过萧长坤的嘴 比保险柜还严实 他只想等 今天晚上找个好时机 跟马兰提离婚的事情 所以在这之前 他绝对不能 让马兰知道 韩美晴的事情 而另一辆车里 夜晨开车在着眼眶 通红的萧出然 跟在萧长坤的车后 不紧不慢地行驶着 萧出然对妈妈的遭遇 非常同情 毕竟是为人儿女的 谁看见自己妈妈 受了这么多的伤 和这么多的折磨 心里都会不舒服 除此之外 还让他担心的一件事 就是爸爸和妈妈的感情问题 他知道 爸爸喜欢韩美晴 与韩美晴相比 自己的妈妈 实在是差了太多 所以他很担心 爸爸最后 会放弃现在的这段婚姻 去追求他自己的幸福 夜晨看到一旁的老婆 满面愁容 正想开口 劝他几句 忽然接到了 陈泽凯打来的电话 陈泽凯在电话里问他 少爷 您接到您的丈母娘了吗 因为老婆在身边 夜晨不能把话说得太明确 于是便含糊其词地说 哎哎哎哎哎 是的 陈泽凯道那就好 说完他又道对了少爷 我听说了一个消息 夜晨问什么消息 陈泽凯说 苏杭的吴家 好像正在到处找您的死对头 他们甚至派人去燕京找了萧一千 好像还专门派人去了一趟长白山 找了魏永正和魏长明 那父子两个人 不过被洪武安排在那里的人发现了 所以他们提前逃走了 夜晨不由地皱紧眉头 吴家忽然去联系萧一千 甚至还联系魏家父子 可能性只有一个 那便是想多联合几个自己的死敌 来对付自己 自从吴东海和吴欣父子俩受尽了侮辱 逃回苏杭之后 吴家忍就没有了什么动作 本以为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不是他们能惹得起的 但没想到他们竟然是在暗渡陈仓 夜晨问到他们还联系谁了 陈泽凯说 其他那些曾经被人教训过的 吴家也都派人接触了 不过那些都是底层的吊丝 想来也翻不起什么波浪 就好像那个曾经欺负过您同学王道坤的狗男女和他们的父亲 随后陈泽凯问道 少爷要不要我跟家里打个招呼 直接把吴家灭了算了 或者让家里警告吴家一下 让他们以后老实点 不用 夜晨笑着说 我可不想让别人帮忙 夜晨现在还没有做好要回夜家的准备 他甚至觉得自己将来并不一定非得要回夜家 毕竟自己离开夜家已经这么多年了 而且说实话 自己跟夜家人虽然谈不上是深仇大恨 但心里毕竟还有一道坎 那道坎便是当年父母的意外身亡 所以他便对陈泽凯说 有些事情就是得亲力亲为才更有意思 指望别人帮忙 不但不靠谱 而且还失去了很多乐趣 陈泽凯急忙说 可是少爷 吴家在整个江南 那可是顶尖的存在 如果他们真的处心积虑 要跟您做对的话 我怕您一个人应付不来 夜晨微微一笑 说 这个你尽管放心 我虽然不是什么很有出息的人 但也不是谁都拿来捏的软柿子 陈泽凯叹了口气 道 少爷 您还是要多加小心 一定不要对吴家疏于防范 吴家现在为了杀掉刘广 刘明这父子俩 才出了三个亿的悬赏 现在无数人都在满世界的追杀他们父子俩 一旦他们父子俩暴露了踪影 他们恐怕会被无数人乱刀砍死 夜晨好奇地问 有人知道这父子俩去哪了吗 陈泽凯说 据说是出国了 但是去了哪个国家 没人知道 因为他们当时走的时候 好像用的还是假护照 夜晨点了点头 最上虽然没说 但是他心里很清楚 吴家人之所以要追杀这对父子俩 其实就是因为抖音上的那一段相声 吴家一直处心积虑地 想把那段相声从抖音上删掉 但因为抖音现在已经被唐四海买了下来 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 因为那一段相声 整个吴家颜面无存 删也删不掉 所以唯一找回面子的办法 就是把刘广父子二人全部干掉 让世人知道 吴家绝不平白受辱 陈泽楷这时候又说 少爷 家人为了对付刘广父子 都愿意花三个亿甚至更多 如果是对付您的话 我相信他们会愿意付出更大的代价 所以你一定一定要小心啊 夜晨淡淡道 好的 我知道了 陈泽楷说 少爷 那如果您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 请您一定要告诉我 夜晨恩了一声 悄悄看了一眼身边的老婆 对陈泽楷说 我现在正在回家的路上 有什么事以后再说 好 夜晨这边挂了电话 萧初然便一脸好奇地问道 你在跟谁打电话呢 说什么帮忙不帮忙的 软式子不软式子的 有人要欺负你吗 没有 夜晨笑了笑 说咱妈不是让传销组织给欺负了吗 所以我打算找朋友看看 能不能帮妈出口气 萧初然急忙说 千万别 说着 他又道 说实话 我妈受了这么多罪 虽然可怜 但是我这个做女儿的平心而论 她这也是咎由自取 她这个人把钱看得太重了 不但财迷心窍 而且总想着不劳而获走捷径 今天就算是不上这个当 明天还是会上别的当 夜晨满脸赞同的点了点头 她没想到萧初然虽然对马兰有些余笑 但最起码还知道马兰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本来说帮马兰出口气也就是找个借口而已 见萧初然这么说了 她也就没有继续说这个话题 此时此刻 夜晨的心里想的是远在苏杭的吴家 既然吴家父子对之前的遭遇还念念不忘 那么他们早晚是会来找自己报仇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 有点超出他的预期 吴家父子做事都很自负 找自己报仇这种事情 为什么还要去找帮手呢 他们跟萧一千 以及其他得罪过自己的人联系 就该就是想多联合几个仇人一起来针对自己 这对夜晨来说是一个不太好的信号 因为敌人在骄傲的时候 总是很容易被击败的 但是当敌人不在骄傲的时候 他们就会变得更加狡猾 同样也更加难以对付 吴家人本身就有很强的实力 现在还要联合别人一起来对付自己 这就证明他们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值得自己重视起来